今天是您三周年的忌日 三年 清晨终于答应了 要和我一起给您扫墓了 儿子挺辛苦的 您在下面放心 你们是 医生长 我是叶百川 这位是赵家掌房孙女赵燕燃 咱们之前见过面 不知道你是否能记得我 是这样的 最近赵家赵老爷子身体抱压 听说请了无数高人能手 但是都没有什么作用 您曾经说过 谁能让苏家上位 就能换您出手一次 这一次赵家召集了江城上下百余世家 定能让苏家成功挤身江城世家之列 希望能换您出手一次 为其解除并弱 行 既然赵家这么有诚意 我会说 多谢林圣少 天哪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林圣少 江城赵家赵燕燃 见过林圣少 这块玉佛 是我们赵家寻得千年寒玉 与得到高僧所调 可为林圣少之母增福 还望林圣少收下 嗯 有心了 我林帆绝不失信于人 等我祭拜完母亲 接会去一趟 百川替赵家上下 谢过林圣少 嗯 严然 谢过林圣少 妈 等这次苏家和赵家完成合作 我就和青城提生孩子了 明年 带着你孙子来看 孙子 你恐怕没有这个机会 林凡 这是离婚协议书 赶紧签了吧 我们短时间 离婚随意 什么意思 你装什么傻 就在刚刚 苏氏集团 你就拿到了赵家慈善晚宴的邀请函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从现在开始 苏总已经是 上流人士 你觉得 你还配合我们苏总在一起吗 这是你的意思 这有什么区别吗 离婚 不竟成自己 你和苏总结婚三年 你白吃了我们苏总三年软饭 这已经是你上辈子苏来的死份 即便是离婚 你也只占便宜不止亏 我吃了 苏家这三年要是没有我的关注 你会听的 你的关注 王总 你说的没错 这底子的人啊 就是不知道自知之明四个字怎么写的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文毕 我叫王文毕 是江城王室的长皇长孙 也是清晨未来的 我这个人呢 说话做事非常的直接 就不浪费大家之间的时间了 就不浪费大家之间的时间了 五百万 王少为了心上人 这个离婚的 得让苏青城自己 你们没资格插手我们 林凡 你别给脸不要脸 王少对你磕磕嘻嘻嘻的 是跟你台阶下 你给脸不要脸 王八蛋 林凡 何必这样执着呢 我们结婚三年 我对你 对你的家人 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现在和我说 你要和我离婚 林凡 朱志仙有什么 你难道还不明白 我需要的是一个 可以依靠的肩膀 而不是一个指挥手办喜 难道 我不是可以依靠的肩膀 这三年要不是有我的帮助 你们苏家会有现在的发展吗 你不帮助 你做什么呢 三年来 苏氏能有今天的成就 是我没日没夜奔波换的 现在我已经得到了赵氏的邀请 这一切都是我和你 苏青城 就因为你得到了赵家的邀请 就觉得高人意 还是说 你早就想把我这个上门女婿 踢出家门了 我已经给了你三年 这三年来已干什么 你整天连续 一个大男人 每天只知道行不送饭 你觉得我们还帮他吗 你结婚三年 你才发现我 这不重要 我不想再废话了 只要你签了他 我可以给你足够的赔偿 有什么 结婚三年 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的人 苏青城 你赚钱把脑子赚傻了吗 连婚姻和感情都不凭交易 你可能无法理解 在我眼里 在我眼里 和生理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就是你的理由 这不是理由 是现实 人和人之间终究是有察觉 这一点我早就看清了 而你还活在自己的世界 这些人 这些人 随时 时间不早了 要再不接个话 下一个前一会干 我明白 再跟我一会认识 明白 这三年 如果你们胜不愿意 那还是第一点 什么事 看来确实是你受理他的 这三年 我对你的付出和保护 在你眼里就那么一文心事 需要我住 好 好 好 警察 今天你要和我离婚 日后你可千万 没了我 苏氏不仅不会亲腰之伤 反而会坠乎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 青虾会几点 行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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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母亲的目的 从现在开始 你没资格站在这 不知好歹 走 离婚对她来讲 一时之间还很难接受 说点很坏也是正常 我真的错了吗 苏总 抛开事实不谈 就算你有错 到林凡她那个废物就没有错吗 更何况 被狮子保护过的女人 怎么可能看上她那样的丧家之权 你们两个 早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妈 交代给我的事我已经做到了 方苏家扶上证 我们家费 我们家费 毛你怎么 一关协议书你签了 签了 算你好点 我姐她美丽善良 可爱大方 就你这样的废物 根本就赔不上 就是 林凡 你这个废物 白白吃了我女儿三年的软饭也就算了 现在离婚了 你还敢要钱 赶紧把钱给我交出来 交出来了 你就可以滚蛋了 什么 装 继续给我装 你别以为老娘我不知道 为了让你签字 王少给了你 你说那双坎子 烧了 烧 烧了 你哄到鬼呢 那五百万 可是日后 王少给清成了彩礼钱 那钱 那也就是我的钱 你一分钱都别想拿走 我听说 这里的墓 要一百多万 你一个穷鬼 哪来的钱 该不会去又骗我女儿吧 这个该死 你要做什么 做什么 当然是把你妈的骨灰养了 你听不懂吗 我忘了 你这个废物 哪有这胆量 没关系 我帮你 今天 我主要把你那死鬼老妈挖出来 错过杨晖 我给你一发挣一百万够不够 要不是看在三年朝夕相处的份上 我今天就把你埋在这儿 你个废物 你得让开招我 我打你都是轻名 滚 李凡 你给老娘等着 老娘一定让你父亲 叹痛的 大一家的 你给我等着 你和你的死鬼老妈 你给我等着 妈 孩子不像 你保护好你 不过你放心 今日之中 必要苏家上下跪在你面前认错 妈 这个窝脑费居然真的敢打你 我翻了天了 这件事绝对就不能这样算了 当然不会这么算了 我要让他跪在我面前道歉 我要让他跟以前一样 在我面前是一条狗 黄长 邀请函恩师 谢谢你 我什么时候 哎呀 秦成啊 一句话的事而已 不用放在机场了 林凡 但凡你要王文斌的半分伤心 我们或许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要不 今天晚上去公园 我们好好地聊一聊 此生晚夜的事 啊 有事吗 女儿啊 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林凡那个畜生 把我给打了 林凡打你 怎么可能都不是这样的人 秦成 你看看 妈也能骗你不成啊 刚刚我们遇到这人烦了 妈就劝她了几句 可是那个狗都遇见到我帮大悦样 她不给我亲生的机会 你帮我打成这样 女儿一定要帮妈做主啊 好了妈你先别着急 听说这件事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不算的话 日后岂不是什么阿嬷阿狗的 当时再到老家头上拉屎了 哈哈哈哈哈哈 王上 你觉得 您看这个不怎么办 来来来 你不让自己做 本来这件事呢 我不应该插索 但是你不管怎么说打人就不对了 就算是阿嬷一时誓言 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 那就不能好好辞吗 可是 什么可是 再怎么说 那也是她的岳母 是她的长辈 你俩才刚离婚 她就把阿姨打成内容 这件事就可以看出 林凡的本质特别的恶劣 我原本以为 林凡虽然没什么本事 但是她本性 现在看来 是我看错了 想来啊 这三年 她在你面前表现出来的药物 都是为了吃饭 她不得不装出来 孙生 你劝劝阿姨 这事要不算了吗 那苏氏啊 正处于事业的上升起 你看 你们为了这点小事 就招惹林凡这种疯子吗 林凡 我就问你一句话 我妈是不是遇到 林凡 我就问你一句话 我妈是不是遇到 是又怎么样 林凡 结婚三年 你装模作样了三年 我今天还真是见识了你的 你还真是个好男人 敢做敢当是吗 苏清成 你就不打算问问 为什么要动手了 我动手打人就是你的不对 跪在我面前 祈求她的原谅 否则 我是不是不按照你苏总的要求 跪在你妈面前认错 你就要让你的王大少 把我踩死 还是说 你要拿你手头照下的邀请 还帮我直接砸死 你能做 我就不能说吗 既然你知道 你苏总 什么招你尽管使出 我林凡什么 你 林凡 你跟林凡讲情面 他却这么瞒不下你 实在是太 要不要我这件事交给我注意 不用了 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 自己可以解决 那要不咱们去约通 林先生你好 大陆 好你个狗东西 原来你早就有小三了 怪不得你敢跟老娘动手 你不是会打人吗 来来来 你把老娘今天不打死 你就是乌龟王的蛋 大家快来看呐 这个渣男软烫男 弄手不给扰扰扰扰 他对一个守护父亲就立得老人动手 你们是什么人 想要干什么 林先生这样的人物 未经允许 谁也不能打人 呦呦呦呦 还林先生呢 你个贱货 你该不会把他当成什么大人物吧 我告诉你 他就是我们家的一条狗 别多管闲事 不好意思 林先生是我的贵客 谁敢跟他过不去 就是跟我过 大家别看了 快走 快走快走 你恐怕不知道老娘是什么人吧 老娘的女儿是苏氏集团总裁苏清成 多多骄傲江城就要抖三抖三 劝你 谁要惹老娘 苏氏集团 怎么 害怕了 我劝你 跟这个废物一起跪下道歉 跪下道歉 就凭你啊 嗯 林先生 那边恐怕要让你进去 我竟然答应 这边请 跟我带走 林凡 你这个狗渣男 不止出轨 还吵这样一个目中无人的小三 今天 你俩要是不给我们跪下道歉 这天天都没完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打我 你这个狗东西 哎呀 再敢去连不去 就让你连说话机会都没 赶紧滚 我们走吧 林先生 这边请 情人呀 你终于来了 你看看你看看 我跟李恒儿被林凡打成什么样了呀 他刚刚才带着他那个出轨对象 他在这耀武扬威 简直是恬不知耻啊 妈 事情我知道了 不会解决 不会解决 我和妈还是为了替你讨要公道 才被那个姓林的打成这样 我让那个姓林的 现在就跪在我们两个面前 再把那口分 什么分 你们到底做什么了 我不就是想让林凡 把他妈那个分给你赔偿做青春损失费吗 你们把林凡母亲的那口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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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娘不过是把她的墓碑给砸了 等女娘养好伤 一定把她的骨灰给她养了 你们 我们什么我们 不就是一口分吗 她要是不知道上百万 她要是不知道上百万 我看上那口粉 来 室船 王寿 清澄新肠比较软 一定要帮我好好劝劝她 一定不要给那个林凡手软 这件事您本来就是说的 别说你把那个墓碑给砸了 就算是把那个坟给淘了 那个姓林的也不应该打人 这件事 教育 一定挺套的公道 太好了 王上 还是你关心我们母女 我就是想不明白了 我姐怎么会看上那样的不过脑费 你还得是王上 这样有身份 有地位 这样的社会精英啊 这个上我姐呢 没错 那白眼狼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为了博清澄的同情 你可千万不要上了 她的奸计啊 您放心 我一定让她明白 人与人之间的 林先生 就是这里 谁让你进来的 这不是那个三千里 武打明星吗 谁也是赵家的人 子鲁 不得无礼 林先生是我请过来 帮爷爷看病的 谁说爷爷有病 他健康得很 赵云然 你想要十千小疯了 这已经是你这个月 第一几次带医生来了 结果呢 属用吗 林先生是 不管他是谁 赵云然让我警告 现在是爷爷的午休事件 请你们不要打扰他 这种一看就是小白脸的货色 也敢来赵家坑门鬼片 我不管你真医生还是假的医生 你现在给他 不要在这里爱你 晚安 晚安 再走 哎 斯鲁 艳然 也是担心我的身体 也是一片好心 不管他带的这个年轻人 有没有本事 也被他客气 不能动手 你站住啊 爷爷 您就是太仁慈了 所以家族里的这些人 才一个个上前下跳的 年轻人不好意思 艳然可能把事情没有跟你说清楚 就把你寄过来了 但你的时间 来人准备一百万的诊金 爷爷 林先生是我拖了不少关系 进行过来的 您就让他整整办办 爷爷 够了 我要午休了 带着这位医生离开吧 这是最后一次 小白脸 看什么看 爷爷让你哭啊 你听不懂吗 赵老 赵燕仁小姐说的没错 你不但有病 而且你马上就 甭怕蛋 你干阻证我爷爷 不过你虽然快死了 赵燕仁 这就是你带来的医生吗 被划众去手 怎么可能说得出来 爷爷先生今天这样说的 我相信他 相信他一个小白脸 超燕仁 我看人想要全体想疯了 小子 持续的话 赶紧准处道歉 我们先走了 我明白 你确定你要做 我不需要看报告 也不需要保卖 我就能确信 你见到男人的时候 会下意识的后退半 哪怕移植气齿 也不敢支持我的意味 说话声音大 却后气不足 这明显是 甘胜两窥心肝脸虚 简单的说 年轻人 看来我是错怪你了 刚才 如果有大罪 就走 我说过 我答应了赵小姐 你中了一种毒性 这种毒虽然不激励 但如同水中的墨汁 一般的暗影 并且 会伴随着你的血液群 和满营水 最终导致死 尽管你现在用了一些 减缓血液群的药 但这是治疗 不出半个月 看来你是高人 很请您出手 救我一命 不管输出什么样的代价 赵家都能输出 我说过 赵小姐已经按照我们规矩 如果突破 你的规矩 难道 你是圣手 江城的林圣手啊 我是不是 好 我现在就给你准备 我们医院什么都有的 不需要 我够了 老八蛋 你在做什么 住手 不得对林圣手无敌 这个老八蛋 居然在冒犯你 冒犯 冒犯 你救活命 多谢林圣少 别急着谢我 这毒源呢 还没根据 怎么感觉这样团重 多谢林圣手 救命之恩呀 林圣手 你这 你认识是什么毒 赵老并非中毒 也不是得了有病 而是被人下了中 但 这太低 应该是指贵三股猫的人下了 什么 师兄者 可你给我下咒 纸笔 没人 拿纸笔 按照这个药医 找上三天药 三日之后我再来看 没有别的事 不送你 公送林圣手 赵小姐 你们赵家的家事 我本来不应该多嘴 但是 医者后耳心 我还是想提醒你一句 给赵老爷子下咒的人 可能是他身边 太近了 因为这种三脚帽的咒术 必须连下三条 林圣手 多谢提醒 其他的话 我就不多说了 以后有用得着我们赵家的地方 只要您一句话 我们赵家 地然全力以赴 我们赵家呢 在江城 还是有些能量的 手持黑黄卡的人 就是我们赵家 最尊贵的客人 我知道这张卡 没有办法抵消 林圣手恩情的万分之一 但还请林圣手 给个面子收下 说不定 你会有用得着的地方 我出手救人 你给苏氏一个上升机会 这是规矩 我们两亲 这东西我不能说 爷爷的身体 还需要再麻烦林圣手机会 所以 您就不要来退职了 就当是 给我们赵家一个机会 还有 今天的慈善晚会 我想请你 做我的舞伴 您愿意吗 什么 就这样的 今晚的慈善晚会 十分重要 按照惯例呢 这种场合 都是爷爷做我的舞伴 可是他现在的身体 你也知道 下周的人 今天晚上 没可能会 给你 算了 我又不会跳舞 怎么 您是担心 你的老婆会吃醋 吃醋 应该不会有人为我吃醋吧 那不就行了 你做我的舞伴 就是陪我和客人聊聊天 说说话就行了 很简单的 我不喜欢那种地方 你还是力气高明吧 我也想随便找一个男伴 拍过 可是如果我开口了 那些人都会误会的 还是说 什么也会 没错 我也会误会 其实还是算 那要不然 我牺牲一下 你们 你怎么提前过来了 不是说好了 我去接你吗 王上 你已经帮我们苏氏很多了 今晚的事 不想再麻烦你了 要是没有你的话 赵家也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 秦成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赵家一直合同网了 只要我开口 肯定马到成功 那就出现了 果然 这就是精英和普通人的阶级产业 林凡 你恐怕连此上晚会和赵家合同意味着什么 都无法比起了 苏总 看 林凡那个废物怎么会在这 林凡 你来这里干什么 苏氏集团苏 有事吗 怎么 我们之间连打个招呼都不行 可以啊 那也不需要 时至今日 你我之间还有什么 苏总 还有别的事 没事的话 您在这里 林凡 我知道离婚的事 你还还没关系 那你作为一个男人 就不能大股点 在这件事上 我对你已经够好了 你什么态度 就是 我们苏总已经很给你面子 就这样了 你还来这闹事 我来闹事 你们也太自作多情 你不就是来闹事的吗 知道今天苏总来参加慈善晚宴 所以你故意制造偶遇 试图把回忆的 我告诉你 不可能的 我们苏总呀 不会因为你这么一点小心思 就回忆转意了 不好意思 我对你们苏总的财富 没有私好心 还有 苏青虫 也不会让我制造 运机 至于木墙 一个下三流的王家 也配教训 我是来受邀参加慈善晚宴 我是受邀来参加慈善晚宴 没空和你们在这对 是你 参加慈善晚宴 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 什么事在这 不是 我来参加慈善晚宴这么多次了 我第一次见有人从小门见到 那家伙该不会是来应聘服务员了吧 苏总 我们都被这个废物给骗了 江上楼根本没有招聘过服务员 招聘的呀是机械工 这个废物就是来扫厕所呢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吗 我既然答应 肯定回来了 你死了 你怎么能来这里 你不知道 这里是赵家慈善晚宴的主场 你贸然的进来是活成一大祸 不要为了一点好意义的资金 我幸福进来很有关心 我是为了你好 我好 很有关心 林凡 就是 好 哇 介绍一下 谢谢 亲 亲 你好 我是林凡 谢谢你 合作观赞 好妙 这么亲密 你什么又把 结婚三年 我怎么不知道 没有婚姻 还是说你在婚姻存续期间就已经出婚了 难怪你当时出名 一定是在和我一头 警察 给你介绍几个商业上的朋友 给你认识 林凡 你知道贸然闯入晚会现场是什么后 我静不静不静来和你有关心 美女啊 你也是被这个姓林的给骗了吗 以为她能够进入现场 就是什么大人的我 她呀 就是江上楼请来的宝贝而已 她这种人啊 根本就不配出现在这儿 美凡 没想到你还是优秀的清洁工 我更喜欢你了 不是美女啊 你是没听懂我说的话吗 她就是个保鞋 不择扫地擦桌子 甚至扫厕所的下 是我会的 让她跟在你身边 是我怕你的 是吗 在我看来 工作无贵贱 行业无尊卑 我说对吗 你呢 党次高的人 自然格局 就是美女啊 这种给低层人洗脑的话 你也信啊 社会很现实啊 阶层是贯穿 每个人一生的东西 这种底层的人啊 一辈子都完美不熟 为你 我不知道她有什么办法骗我 但是如果你跟她在一起 一辈子都不可行 是吗 那难道跟在你身边 只有幸福可养 没错 你分明就还在追求 她的前期 现在 在我面前刷子在 怎么 碗里的还没有吃到 就盯着锅里了 你这样子叫做 也不支持 你知道吗 说起来呢 我还要感谢苏总 你什么意思啊 如果不是你选择离婚 我哪来的机会 能认识到离婚 这么好的男人 好男人 你怕是对好男人 有什么误解吧 不 如果连上进两个字都不知道怎么起 那他跟好这个字永远不会有任何关系 上进 你和林凡结婚三年 你就这么不懂他呀 上进这两个字对林凡而言 就是羞恶 或者说你觉得你身边这个花花公子 王父子弟 推你还言 是 郭小说 林凡只不过是个家庭主心 王少可是王家大少 而且跟四大豪门的赵家关系很好 他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我们苏氏集团就有资格来参加赵氏的慈善晚会 这样的男人依旧每天为事业和家庭拼命力求上进 而一事无成的林凡 只是提起上进二字就是对他的羞辱 简直是笑话 王少的一句话 就能让苏氏集团得到慈善晚会的资格 不瞒你说 就凭我王家和赵家的关系 你别说是一个慈善晚宴的资格 就算和赵家的合同为了 哇 你好厉害呀 小事 林凡啊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我这辈子的起点都是你八辈子奋斗不到的 苏星成 你真觉得这次机会是他给你 我告诉你 没用 你是进来的资格 你吃软饭的废物 你给赵家洗厕所 赵家都觉得丢脸 林凡 你也不瞎胖叫照着镜子 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就你这样 还想抢王上的功劳 真是活得不耐三 你们要这样抢 那我无话可说 不过我好兴奋的一句 这年骗子 苏总 还是长点心仰 别到时候让人骗了 苏 苏星成 在你眼里 我就是这么不堪一点 可取之处都没有呢 别跟这种人生气 哎 气化在身子就不好了 哎呀 其实这事呢 外国 林凡总以为 你们离婚都是因为有我的存在 可他从来就没有想过 都是因为他 你们三年的婚姻才走到了尽头 这就是你们想法的差异啊 其实啊 你们早就不在一个世界了 哎呀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林凡啊 你看看王少 再看看你自己 这就是你们之间最大的差距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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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来的差距 我 承认 我 我不如他这样的恬不知识 争着大眼说瞎话 你 一切之无药可救 你要这样想 那我也 希望接下来变回 你的王少 能帮人帮忙 我送你这种心 叶然 苏总 这个女人 简直就是生大舞蹈的典型 分明长得还可以 但是智商却不太行 居然能看上林凡这个废物 简直是不错 这个女人看气质 并非是普通人 怎么会看上她的 哎呀 恋爱恼的女人啊 总是不可理认 等她清醒过来的时候 就明白自己的选择有多目的 哎呀 这种名媛啊 到处都是人啊 刷个试用卡 买几十好衣服 真喜欢 别忘了 咱们今天是来 网绘现场的 跟中文生 我们先走吧 走吧 我带你去网绘现场看一看 这里边都是我的熟人 一会儿我给你认识一下 这是华东最大的茶商给爷爷专供的极品文件 你先看看 对了 林凡 刚刚在外面 有一句话 我可能无聊说 我是真的很感谢苏星成 如果没有他的话 像你这样的极体男人 怎么可能会在市场上 我知道你在安慰我 但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毕竟我们已经分开了 既然这样的话 纠结于过去 得双方斗过 林凡 你说的这些话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你现在是真真正正的担心了 如果我有想法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追求你 好了 我的好男人 你就在这好好休息吧 我先去准备一下 记住了 你今晚 是我的 不得不说 你运气真好 我听说 今天晚一定会很吃人 就是找家长小姐 你念着 最关键的是呢 这位赵女士啊 邀请了一位神明的大人 在场很多的名流啊 都是因为这位大人才来的 这位大人物的身份 赵女士呢 是什么 据说这个大人物呢 他不仅全是无数 财富也无数 哎呀 这个江城啊 上流的人物 都把他的话当作经科欲续 所有人都要遵守 据说今天的晚会呢 也是这位大人物 一句话在举行的 要不然赵家一年一度的 这个传统 我会亲一场 那岂不是我们今天这次来 也是成了这位大人物的情 这个大人物呢 举办这个宴会的原因呢 就是为了他的红颜知己 得到一个机会 简单的来说呢 这个慈善晚会呢 就是为了这个红颜知己 打台的 王上 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 能够是这个实际的大人物 是啊 王上 这种连赵家都追捧的神秘大人物 如果和我们苏家认识了 肯定会再上一层楼的 从不没问题 毕竟呢 这是赵家的从长 只要我爸一句话 以后赵家会卖一天面子 谁有没有一个机会的 是啊 苏总 要不说还得是王上呢 王上 如果这次你帮了我们苏氏的忙 那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大恩人了 我们苏总一向都是终不报的 好说好说 小事而已 以我们王家的面子呢 没准这个大人物会亲自出来迎接我们 好 对 在认识那个大人物之前呢 我带你四股打打招呼 哎呀 这可都是上楼社会的大人物 哎 这个地方啊 底层人可就自己来的 哎 我们出门是不是没看皇帝啊 怎么走到哪都能遇到这个王八蛋 这林呐 我发现你这个人啊 不仅一无是处胆子还很大嘛 你知道这个位置是谁的吗 你知道坐在这什么后果 我爱坐哪坐呢 你管得着 你要是坐在其他的地方 我才懒得管你呢 但这是赵家的专属位置 你个下等人坐在这儿 这是打我们的理 没错 赶紧过来跟老娘跪下 我要是拒绝 拒绝 那你就是死路一条 我死了又不是应该开心 丁凡 我虽然不知道王少去干嘛 但我对他很了解 他这个人眼里容不得半离沙子 而且说到做到 年纪我们以前的重情 我劝你还是尽快离开 三年的丈夫你是一点都不了解 我看你对那个王大少 你俩真是不是夫妻生 你 林凡 我和王少就是普通朋友 能不能不要用的小肚鸡肠 来泄斗人的游戏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 这个就是混进来那个臭宝间 让你嘴硬 这下想走我走不了 王少 这就是你说的底线人士 没错 他就是江上楼那个臭宝间 怎么可能有机会参加这个慈善 要我猜啊 他不简简是混吃混喝那么简单 肯定还有其他 赵队长 要是出了事 这位先生 能否麻烦你出示一下 慈善晚会的邀请 我没邀请 林凡 现在不嘴硬了 来人 把这空间来了拖出去 你确定要请我出去 你不过就是江上楼的一条 随随便便把赵家的贵客请出去 后头里承担自己 赵家贵客 林凡啊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呀 你以为你是谁呀 还赵家的贵客 今天贵客只有一位 就是江城了神秘的大人物 你不会告诉我 你就是传说中那个神秘大人物吧 小子装来挺像的嘛 就你这样的 如果是什么超级大人物 跪下来给你道歉 是吗 那你现在肯定 哎呀 就这样就这样 别管这个胡家胡为的小人物了 哎我听说啊 今天赵家会 装门隆重的介绍这个神秘的大人 我们到处 人中之 欢迎诸位 李林赵家的慈善晚会 也许有些朋友已经知道了 今晚赵家邀请了一位重要来宾 请大家 洗鼓掌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巨光能照错人了 你还真好意思站上去啊 就是 真以为自己是神秘嘉宾啊 笑 再怎么说 你也是我们宋总的前夫 别拉着我们一起决人现眼 快下来 赵家大小姐招你当舞伴 你真不知道赵家在江城是什么样的地位 这样的身份啊 多少达官显贵家的公子 想要找赵家大小姐当舞伴 不闻得上你 文凡 你是在报复我吗 报复我 我还以为这家伙是什么大人物 原来是赵小姐的男伴 我还听说了 赵小姐为了避免一些追求者的误会 所以在每次慈善晚会上 都会随机挑选一个男帮 并且呢 最后还要给对方一笔钱 不会出场费呢 这家伙看着也不像是个大人物啊 不会是赵小姐路上拉来顶班的服务员吧 哎呀 我还以为有什么本事呢 果然啊 咸鱼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林凡 我以为你只是个废物 现在看来 你连家人赐资资都没有 这种情绪赚 你这和吃晚饭有什么区别 我没有 难道不比一个只会吹牛的顽腹子 有人来找苏星人讨战 就在江上罗门口 抱歉 我约到谁出去一下 好 我等你 林凡 或许真的是我错了 当初就算塞 也应该硬生给你 这样的话 你也不至于能够到吃晚饭的地方 哎 先生 怎么了 先生 先生 你在这儿了 我妈借了一笔高利贷 之前一直不敢告诉我 刚刚 高利贷的人 把电话打到我这里了 哎呀 我当什么事呢 不就是钱的事吗 这个世界上 能用钱解决的事 都不是什么大事 先生 你说个数 我帮阿姨啊 把贷款给垫上 等你有钱了 再给我 金卡 这可是个人资产过亿的证明啊 多谢王少 我赢了 哎 俊少 我们是朋友吗 拿点小钱给你应急 这都不算什么事啊 那就是啊 苏总 你看王少对你这么好 连阿姨借了多少钱 他都没问 就想借出兜底 这可以证明他的真心啊 不像某些人啊 出现这种状况 连问都不敢问 结论别下的太早 有些事情 就是表面上看着 你就是 黄芬的女儿 苏氏集团 前进 苏心 是我 是你就瞎了 我自我介绍 没想到 以后 叫我刀本 从今天往 反正是一个宫子 不认识你 继续 这点薄面都不愿意 我说你妈那个贱人 没有告诉你 她欠了我多少钱 一千五百万 我妈不是只借了一千万吗 是 你妈的确只借了一千万 但这是民间贷款 利息很有意思 苏清城 妹妹 我打第一眼看见你 我就决定涨息了 因为我对你 一旧 不过 看在你这么漂亮的份上 你赔我三个月 只要赔完我这三个月 那一千五百万和那额外的利息 全给你抵消了 而且还对你有好力 只要三个月内 你必须随叫随到 没问题 不拒绝 给我三天的时间 我凑齐一千五百万 给你送你去 苏清城 你真以为我是来跟你讲条件的 行 你不陪我睡 行 我也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 半个月都是这 只要你把一千五百万送到我面前 咱们这事算了 要不然 我保你苏氏集团不得安宁 曹阿姨借的钱 你去找他要啊 你找我们苏氏集团做什么 你们分明就是不讲道理 臭表子 我那里说话没有 你以为一起两个说 假的 过分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这事就算闹到井死 那他妈也是我站里 你要是不想死 就赶紧 这影响 上我鬼 那女人 是你相好 打了你的女人 不乐意 哎呀 没事 苏总呢 是我的好友 今天啊 你卖我个面子 就到此为止吧 卖你个面子 我是王家的王文斌 我爸呢 叫莱佛 你应该听说我吧 你爸在我面前 你打我 打你怎么了 你不就是一个人渣 快给王上道歉 哎 没事 没事 今天晚上 我这样和你 女人的一个 东西 你也 哎 哎 雷少 不就是钱的事吗 您这样的身份 干嘛和一个女人过不去呢 我说 我今天晚上又睡了 没意见 没意见 那个雷少 你要是需要的话 不过我可以帮您开房 早这么说不就吧 本来就是个总 装什么大一把 你男人都懂 今天晚上我连房费都省 跟刀哥走呗 刀哥今天晚上让你 就知道什么叫做女人 看不懂 要钱 拿着钱 动手动脚 我和你手上的钱 看在你是要阵 我给你一次机会 拿着钱 我如果说不 我已经赶了你脸 现在都滚了吗 你真觉得老子缺这点钱 老子今天就是要 就是要催他 你咬我呀 天作孽有 火 火八蛋 放雷少 谁要往前步 歇探下腿 你知道老子是什么样 知道老子是什么背景吗 我会让你明白 五五商会会让你明白 真 什么颜色 五五商会 还有机 我告诉你 五五商会 可是江城 全是掏天 会长马世龙 在江城 支手 黑白两个 而我爸 就是马世龙 总要是 五五商会 您有误会的 马世龙在我面前 也只有 会 我家雷少难得来江上楼一次 你真好狼狼 不知道是哪位动手打了我家的一大哨呀 怎么 受心功上吊 咸不长了 你是五五商会 没错 我是五五商会的人 而且 我还是江城的父子经理 认识我的人呀 都称我为 耶 年轻人 最坏了我这里的规矩 恐怕 你给我一个交代 交代 不分青红皂白 不分是非对错 上来就问我要交代 我不管你有多大的冤屈 也不管你对我有什么看法 因为啊 在这里 我 就是法 怎么 还不过下求饶 等着别人 给你送集团吗 好 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到底是什么 偷偷这个境地了 才专门所有样的 你必要了吧 林先生 我何都荣幸 能让您亲自来电话 有什么事 你分不 五分钟之内 来江上楼见 五分钟内到 江城 是是是 林先生 我马上到 林先生 哎不哎 林先生 我我错了 我我我 我我 我永远不是太善 我我为什么要磨了心 我我求求你 我你这饶了我吧 你就当我放了个屁 放了我吧 贤姐 你这什么意思 你给这个废物为什么 你弄他呀 那 我 找死 林先生 终于见到你本人了 林先生 敢能给我打电话 你有什么指示吗 我哪敢给你指示 五虎商会的会场 多牛逼啊 看看你照着这边 雷雪 他给我运我放高利贷 让我老婆赔他三个月 这叫什么 欠欠 他让我 联系 哎呦 林先生 你放心 这里边一定有误会 但我搞清失事的情况 一定给你个交代 啊 你看这样出来 再让我知道你的人仗势欺人 这个世界是唯一一个小生人事 是是是 林先生您放心 其实就不会有下一次 到此我止了 我们苏氏可是做这么生意的 你便连累了 苏星成 今天要是没有我 你会怎么生成 现在你这么厚 谁让你来的 我管闲事 我说 本来这件事只需要报警 就可以大事化想 小事化了 现在就 不是 相当于破坏了赵家的慈善晚会 打了赵家人的脸 我看你现在怎么收成 不管是警署还是赵家 他们想要交 你这样 怎么了 我脸上有东西吗 看着这么 你长得帅 我多看你一起眼 不行 我又不会吃了 行 既然你特地把我叫来 是为了多炮 我可没那么无聊 我就是想为您一句 今晚的慈善晚会 可是你自己酷害的 这算不算 是我们已经完成了 其中一部分的约定 还是说我们赵家 再举办一次慈善晚会 你去 你们一起 这个呢 是我们约定的第二部分 只要你在上面盖章 那么苏氏就会更进一步 而且 在某个程度上来说 也是对苏氏的一种保护 它相当于告诉所有人 苏氏是我们赵家赵家 任何人敢得罪苏氏 就是得罪我们赵家 当然 这些并非平白无故的 而是你出手相助的条件 不过吗 你这样有意思 是否该章由你来决定 我只是想看 还有别的事 我爷爷的事呢 还要劳烦你 这些呢 是我们赵家的主题 几个意思 他们平日里 跟我爷爷 接触的都比较多 你说 给我爷爷下咒的人 是他身边的人 那这些人里面 肯定有某一个人 赵家 我是医生 不是准时的判员 你想偷案的话 只要你帮我找到下咒之人 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 哪怕是隐身相许 隐身相许 你这玩笑开套 什么 不满意啊 难道你想让我当牛做马 不过 我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要不然 教教我 我还是很愿意 跟您身上手学习学习 打住 去还不 时间到了通知 这一条件吧 我查 大小姐 如果您和林凡 只是开玩笑的话 也就算了 可是你说的如果是真的 你不要忘记了 你是娃娃亲的 而且你传说中的 那个未婚夫 不是一般人的 如果被他知道 不管林凡有多神秘 来头多大 恐怕都会很麻烦 难道 我连一个医生朋友 都不能忍 够三种 你是不是早年龄我们了 林凡 你怎么说也是个男人 吃了我们苏总 三年软饭 还不嫌丢人 现在跑去赵大小姐 那条小白脸 你还要不要脸了 今天不给我们个交代 你别想走 你们也配让我给你们交代 我看你们被揍清了 要不我让马士龙来 再收拾你们一次 狗东西 你真以为马士龙 是给你面子呢 他那样的大佬 要不是看在你是赵燕燃 小白脸的份上 他会对你言听计从 就是 男人的脸都让你都光了 我们王少再怎么说 也是因为苏总才受的伤 你呢 苏星成 你今天把他们两个带来是 自取其辱吗 今天被你搞的 我和赵家的合作 都已经泡汤了 你跟我去赵家道个歉 毕竟王少的爸爸 为了谈这笔生意 死不容易 付出了不少 就这样莽撞的被你搞砸了 你难道不觉得愧疚吗 你不会真以为是他给你这次进 他要是真有本事 还需要我去赵家道歉 苏总 你看看 早知道今天被这个废物搞砸了合作 他还不会被打死 要不是今天太枉了 我们才用不着这个废物去道歉 林凡 你到底去不去 苏星成 我要是你 就带着你的狗去医院看看脑 而不是在这儿秀智商 秀死 王少 林先生 终于等到您了 知道今晚让您不开心了 所以略备抹酒 你表致敬 无事不登三宝殿 你今天给我打了二十多个电话 发了十八折信息 求着我过来就是为了 吃个方 林先生 实不相瞒 我这家里有一位老者 这身体不适 寻遍了名医 都没有效果 他听出了您的手段 是让我无论如何 都要把你挺到家里去 他还说了 无论成功于否 都按照林先生的规矩来 他还说了 哪怕是让苏氏集团直接上市 都是可以造作的 从心以后 我和苏氏再也没有这种关系 我那条规矩自然 罢了 看在你今天及时出现 就冒出了不少力气 这一点我给你的面子 我都不是 多谢林先生 目前我家那位老者 在圣经流洋 既然得到您的首肯 我这就汇报 让他赶紧回来 林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啊 雷延天那老狗 目前在外边 狗口收声的说 要亲自来给你道歉 我怕这事 你不排成不善啊 那小刀他爹 你的名誉会 你现在真是越混越委屈 怎么连条狗说过 林先生 我是怕这条狗认得别人当主人 这不都说了吗 有养不熟的白眼狼 怎么这狗也养不熟 你得想这样 我这就大把他走 以免打扰了您的雅信 不用 那他进 晚上今天无聊 就看看是什么大气 马会长 你现在是越来越难见了 怎么 要不是我硬闯进来 你门口那几个兄弟 都不过让我这个副会长进来 我们五股商会 什么时候变得一点规矩 都没有 雷延天 你几个意思 几个意思 我这不是替我那不成妻的儿子还跟你道歉 听说 我那个儿子不小心得罪了你马会长 这个 是我这个当父亲的管教会员 你马会长大人有大量 伞向肚子能承传 这个世界就到此为止了 是啊 马会长 小刀也算是您看着长大的 他那个性子你还不了解 就这么算了吧 看在你难忍这些年当了我贤子孝孙的份上 我可以谈不激情 但是 得罪了林先生 这事 谁那么 林先生 你好 我那儿子 得罪了你 是他不对 有眼不是太子 我这个做父亲的 你今天亲自来道歉 还带来这个成立 一百万拿回去 既然你是到天了 这事我就不再追究了 既然我儿子得罪你的事情 已经到此为止了 我的儿子一双手 总不能这么无缘无故的断了 是你林先生 总共给我们一个交代 还是我们夫妻二人 亲手要回这个交代 我说你们两个脑子是进水了吧 敢跟林先生这么说话 竟然让林先生给你们两个一个交代 现在跪下给林先生道歉 这是你们唯一的机会 否则的话 不管你们背后的靠山是谁 哪怕是把四大家族叫来 你们也都得死 江城四大豪门 马会长 您这牛吹过头了吧 对付他这样的一个小白脸 还需要动用江城四大豪门 来 小子 跪下 自己伸自己一百个巴掌 让老娘出出气 否则的话 老娘要你知道 得罪我们雷家 不愧是什么样的后果 雷家 今天死定了 耶稣来了 都救不了你 是谁在大典广众之下动手打人啊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 还有没有王法 你终于来了 我儿子今天无端端的被人打断双手 我们生怕施暴者继续伤害我那乖巧 东社的儿子就带了一百万过来 希望对方能放过我们 以后不要再找我们麻烦了 可是想不到对方觉得钱给的少了 直接给我的一巴掌 还有这样的事 我倒要看看 是谁这么无法无天 就是他们两个 就是你们两个 肆无忌惮 目无王法水 我告诉你们 雷小道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 他是一个可文明讲礼貌的好孩子 所以呢 今天你们两个是准备束手就擒呢 还是要让我手下的兄弟亲自多手 都可以 你来选 王队 你好歹也是的 雷家的行事做 你应该比我心里清楚 现在你告诉我 雷小道 讲文明同礼貌 别说我不信 你问问你的手下 当谁信呢 马世龙 老子给你脸了是吗 敢质疑我 不要命了吗 我告诉你 你们两个勒索雷家 打伤雷小道 今天要不然跪下磕头道歉 把我的口水 骗干净了 然后呢 再赔钱给雷家一千万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照顾说的座 您好我好 我好 要是不照顾说的座 那不好意思了 老子会亲自把你们送进天牢 让你们把牢底坐穿 不对 这个姓林的才是最坏花手 喂 小崽子 你要不然现在跪下来 赶自己持个巴掌 赶紧出入信吗 哈哈哈哈 你确定 小崽子 我告诉你 马尸龙在我面前连狗 你觉得你有怀念吗 如果不想死得很惨的话 我去 老老实实呢 不然的话 我会让你们在江城彻底小虎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这个人比较好说话 要是不够我再给你吃个 老婆蛋 你先给打老婆 老婆 吃了十个巴掌嘴还这么厌吗 果然厉害 你杀 你给我杀 把这个小崽子给我弄死 我让他知道 在江城 谁说了话 别拿到腿 别过你偏牢 胡老师 老子不走 马尸龙 你小心有不信 这个时候了 他小心 向您的死定了 习太 罪可是很大的 小子 在我们下去闹事 无怪你命不好 而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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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别挂他 你 现在可是毛发生呗 你再能打 我就不信 你能打得过千军万马 千军万 看来你在江城 还有 你 你别跑 喂 赵先生 有人在我这闹事 这是不给您了我严面子 是 好好好 你快来 小子说 知道这欧阳是谁吗 我告诉你 实际点 现在贵下求饶还来得及 不然 不问了 你的家人和朋友 也问了 而且 会因为你 把你的总十八代 都给拔出来 然后 做欧阳辉 是吗 不然呢 好 我都要看看你叫来的是什么 不过在这之前 我们之前 我去对面独成 我等你们 站住 你 就把他 就是一个献人的家族 我不敢干上了 而且我把您排出来了 他还是一点面都不给 我还说啊 都要先拔出来 就算是江山大红门都来了 只要给他下跪了会 你也千万不能给他净 一定要办法给死的河南岚才行啊 好 还有比本少更嚣张的人 我再要看看就像牛逼的人 有什么牛逼 你们知道得罪本少 是他妈什么后 还有什么 哎 赵叔叔 什么连线啊 哎呀 总书长 多大风把您给吹了 啊 哎 你好 我叫林凡 什么 哎 哎 那个 你还有什么 哎 你不是要来准备公道 你不是要看看我有什么牛逼的资本 你难以告诉我 什么叫他妈的资本 什么叫公道啊 不说话 龙了 还是一样 刚才那种气势呢 刚才让我失 哎 我要是个普通人现在是不是 无故才被丢进你的天空了 老实这样 你把你这身皮皮扒了带着你虾兵蟹将去天王里保护 老实这样 黎叔 黎叔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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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留 以后在我的场 绝对不会出现这种奇迦霸的事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知道错了 给你个机会 给你个机会 一只手 一条 一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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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地下室 你是第一个 你是第一个 你下一个 你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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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的错 我只有一个儿子 想到 你千万都给我一个机会 连先生 你误会了 啊 我不是那种感情杀绝 我的意思是 你没了 如果说我没猜错的话 你年轻的时候伤过腰吧 从那时候起 男女知识都需要靠 药物关系 你怎么知道 从你走路的姿势我就看出了 但是你想要生个儿子也不是不行 从 从别人帮帮忙 嗯 你说什么 你不要乱说话 你有什么证据啊 对我吧 林先生什么之子 林先生现在的十分低劣而言 有别要看你们吗 你们有什么资格 被林先生 看什么人物 啊 什么人物 我 你 你 你 您的意思是 我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 你 你 至少你前二十年 啊 肯定 我说的话 你也 去做个冰箱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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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雷先生有动用的事情 胳膊腿啊 你放下 行了 我也没兴致玩呢 先走了 这间赌场不错 没什么 没什么 没问题 没问题 林先生你放心 你还知道来啊 我以為林先生你不肯接電話 我請都請回 我回來收拾東西 幾套衣服 總能帶子 好啊你個狗東西你還敢回來 老張心讓我一起跟你算 你要再無理取呢別說我對我 不客氣 林川 對我媽是這種態度嗎 女兒 你現在知道他是個什麼貨色了吧 當初你瞎了眼 找了這麼個玩意兒 打了我不說 他居然破壞我們蘇氏 跟周氏的合作 今天你一定不要放過他 我爸公給我打電話 說趙家對林凡特別不滿 甚至影響我們和趙家的合作 什麼 要不你問問你爸 是哪個趙家人 林凡 你別以為你給趙燕燃當小白臉 趙家就會給你命 趙家又不光每一個名 總 現在跟我去趙家當親 林凡 我們在一起三年了 我問你不念一點夫妻之情 道個歉都不願意嗎 夫妻之情 蘇先生 咱倆是誰 夫妻之情 三年 沒有我蘇氏集團會順風治水 你 他要是真有 能被人死 這個 狗東西 你說什麼 他媽再說一遍 說你怎麼著 你除了會動粗 你除了會動粗 只會給我女兒找麻煩 就算離婚了 你也不愧饒了我女兒 女兒 今天你一定要帶她去趙家陪你道歉 絕對不能輕饒了 媽 別再說了 今天要不是林凡 先下那麼多天 差點連我都搭進去 現在不僅不知道感情 還抽煙不炫 民犯已經夠容忍了 女兒 你這是在指責我嗎 你跟這個狗東西 你跟我還親 我是你親媽 你會她 羞我 才說了 王上已經替我把錢都還了 你 這狗東西跟你有什麼關係啊 你怎麼總嚇著大呀 看來你們全家都把王大少當寶了 他要是真有本質 那就讓他去本屁 何必找我呢 我這次回來就是來收拾行李 從今天開始 我們再也沒有任何問題 你們家的事 等一下 昨晚慈善晚會的事 不准备解釋 馬聖龍這樣的大老 都要跪在你面前還沒生長 你還有什麼我不知道 既然你想知道 那我就告訴你 就是江城最有權勢的 曲曲馬聖龍 叫我一聲長輩 那都算裁決 我原本以為你會實話實說 是因為走投無路 吃了少年人的軟酸 這樣我才可以給你一筆錢 讓你重新開始 可我沒想到 你卻成熟這樣的裡面了 我對你真是太失望了 我說了你又不相信 話說完了嗎 我能走嗎 你今天敢走出去 輩子都別再回來 走 有件事你忘了 咱給你休息 怎麼回事 喂三叔公 林凡啊 我没有打扰你休息吧 明天中午你堂姐一家举办庆祝宴 到时候你们一起过来吃个饭吧 三叔公 我明天有点事 好了林凡 时间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吧 我就先挂了 三叔公 三叔公 罢了 这几年三叔公带我不保 对我师父记住 这次去就当是告别吧 林凡 你怎么在这 三叔公邀请我来的 有什么问题吗 三叔公近些年身体不好 我们离婚的事他还不知道 所以我希望你能替我保密 等到合适的时间 我会告诉他 好 这件事我答应你 还有 三叔公今天举行家宴 是因为他家女婿 刚谈下的雷狮集团 一笔五千万的订单 一会儿你在家宴上 记得少说话 注意自己的演性局 这件事就不劳苏总您费心了 你 前途无量 前途无量 少爷这是前途无量 来来来 大家听我说道两句 今日呀 我们家德海拿到了雷狮集团 古兴动工厂 我家女儿呢 也从了赵氏集团 公司主管 为了感谢大家平时的照顾 今日特地在这个宴请大家 大家不要客气 对对对 今天的菜啊 咱们只吃好的 酒 只喝拉飞 今天晚上 大家有任何的需求 我一定会满足大家 好吧 德海和风凉两个人 不仅郎才米末 还这么有本事 看他们这样 一定能投飞点 如此年轻 就这么有才华 这次了不得啊 生子当如前德海 生女当如 孙凤莲呢 三叔不好 好 林凡子 来来来 坐到我这边来 爸 他这个宿家废物 你跟着他这么客气 是啊爷爷 这废物一世无常 还靠一个美女主才养着 一个男人混成这样 还真是不嫌丢人的 好了 大家就不要怪李凡了 他已经很努力了 毕竟如果不是说 他把贤内助发挥的这么好 青城哪有时间 再上手护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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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来吃饭的 不是来数多人的 都好好坐下吃饭吧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一个大男人都被人家说成那样 还吃得下去 咱俩反出演戏吗 演戏就演全套 等演完这一场 今天为了庆祝我家德海 和我是叶高生 我在这里 给大家敬礼 对了 现在啊 你要是觉得离开青城 找不到工作的话 都是给你介绍的 在赵氏集团的分公司 当个保安 保洁什么的 一个月两千八 凤莲啊 不是当妈妈说的 赵氏集团可是上市公司 就算找个吃门狗 也得要管他学历吧 你觉得 林凡的配 好吧 咱妈说的对 毕竟你是靠着自己的实力 当着主管这个位置 如果 帮林凡走后门 被别人质疑 假公信私 对了钱 真不利 要不然这样吧 让林凡跟着我混 我刚跟雷氏集团 签了五千万的合作项目 工地上正好去搬专 林凡 咱俩是亲戚 我每个月给你开四千块钱 还包吃包住 林凡你看看 姐夫多厚道 孩子赶紧 看着头 给他一些戏 四千块 让我给他磕头 我这个人比较大 我一人给你们四十 我们一起工作 姓林的 你别不知好赖 德海给你签了工作 你还让他给你磕头 你这废物 也不照着镜子看了 这你做老子去 林凡 赶紧到切 以你的身份得罪不起他们 别对我 至少麻烦是 你们 都给老子听好了 这个包间 是我们老板的专属包间 他一会儿 要来这儿吃饭 你们 我妈给老子清场了 谁他妈敢让老子清场 你是个什么东西 知道了 老子怎么管你是谁 我们老板 是雷四集团 雷云天雷总 我敢不敢 他命 雷总回来了 等等 我这随了八百块钱的礼 这饭还没吃上 为什么 林凡 你在狗叫什么 你个废物 什么时候由你做出的资格了 我说吃完就吃完了 赶紧给我滚出去 他也就不过 就是 废物东西 成事不尊败是有余 也不看你今天是什么时候啊 还吃点饭 雷凡 赶紧起来 你跟我走 雷云天就是这么教你们做事的 叫他 我的东西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把嘴给老子闭起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这个废物 就是我家一上门女婿 专门吃软饭来的 如果说什么话 你可别在意啊 不要兴趣 什么东西 还没给姐姐大哥 不一起道歉 你去告诉雷云天啊 他只有一份就是 他要是来不了 将 我妈的小白脸 你他妈算哪个手 威胁他妈我们那种 老子 现在给你个认错的机会 好啊过来 给老子磕一百个响头 塞自己一百个嘴巴 老子 帮你一条狗命 还有五十秒 他要是来不了 妈的别烦 你废物东西 你还在这儿教掌 别带走我们 金城 你还不赶紧跟他割谎钻翼 他自己永远不是太善意的算 居然还能拉到我们电费 谁在这儿大吼大叫 雷总 就是这个小子 不知豪态 我把您放在眼里 但是跟我带上所有人都没有关系了 你怎么做 我带全家人出来吃个饭 没想到就碰到您了 但是碰到您是我的朋友 我就没带全家人给你碰碰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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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求他原谅你 谁跪下 好大的胆子 我今天倒要看看 是哪个不张眼 把我雷云天不放在眼 一定让他死 你好大威力 雷总 看你让人收拾这个废话 他这是自觉的分 你绝对没人可怜他 雷总 请下令 你也可信者 这些信息 雷总经历分 一定会杀了雷总 你 雷总 你 你打给我什么呀 狗东西 敢得罪林先生 还不敢快给林先生贵心闹剑 什么 这我给他回家 雷总 是不是搞错了呀 他这个废话 你 还有你 我是死活的东西 你知道林先生是什么人吗 你也不会说他是非 林先生是我的规格 你得罪他 就是在得罪我 雷总 雷先生 我手下这帮人 有眼无珠 缺乏管教 我想来好好管教他 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好 那我就吃饮蛋了 你几个给老子滚过来 你 就这 你先说饶命啊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错误 就是没有颜色 是我不对 我错 然后我该死 我不该得罪你 多了 知错就可 这次就先原来 再有相思 来主位 今天打扰了 不好意思 今天 今天这一桌子算了 算不算算不算 算不算我请了 你们大家吃口不好 还滚 我 走 有意思 立法 你个废物 居然还能忽悠的让雷总 狗东西你还不想交代 你是怎么忽悠雷总的 等雷总反映过来 往后面被你这个废物害死的 你敢让雷总 立在山巴上 你非你是谁啊 你 你真的是靠忽悠雷总了 就他也配了 我说过 江城四大家族都会为我扶手 区区一个雷云天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不要再做白日梦了 我说了你又不相信 一个真可笑啊 一个废物 你居然敢说四大家族为你扶手 你难道以为 你比四大家族还牛逼是吧 真是赞尼服务上强的东西 这辈子 你只能吹吹牛 就算你来我们赵氏集团分公司 当个保安 就算苏师傅出事了 你还能不能住在这身脑里 赵少豪 我就说今天出门的时候 怎么喜缺在叫 原来是出门能遇贵人呀 当时要不是赵少年那一句话 我也不会有今天这个位置 要不今天就给我个机会 这顶饭我来做东西好 你叫 苏凤 对对对对对想不到赵少 你还记得我 哎 爷爷 这位赵少啊 不仅在体质内有很大的食味 而且还是我们公司的大普通呢 我能够上位啊 就是全行了赵少的扶持 那可是我们苏家的贵人呢 能得到赵彭子的器重 难能可贵呀 你能得到 先锋 林先生 你晓得 你晓得 你在这儿遇见 不必多是 等会了 少少 阴音 训事连反 怎么 呃 哦,没,没,我就是好奇而已 那就完整了一生 林先生,之前的事,错,都在我 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 让那些人都承担后果了 我对您一举报有点歉意 这不是没找到机会 今天巧了,让我请您一顿饭 看不出来 我气都被吸烤了 那这样,林先生 我给您一张我的影片 您要是嫌,给我打电话 我来安排 一年365月24小时 女孩 看见林先生 您先生是经期你怎么不早 这就务票冒了 我们没关系 毕竟苏高丰 连门口跑案的人 也不肯接受 赵生,误会误会 这都是误会 我收回了刚才的话 出明天干什么 什么 什么 还要招手 招手 招手我拖我的决定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我我保证 滚 哈哈哈哈哈哈 生子 当如林凡呐 我们苏家 要出笼了 爷爷爷爷求您帮帮我 我我再也不想敲不起林凡了 求您帮我让我说说好话吧 这都是你们自己做的事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师爷 师爷 那等等 怎么了 今天给你苏总长脸了吧 你是不是觉得你很骄傲 我从来都不知道你是这种狐家虎卫的小人 或许在你眼里今天的行径你很得意很有面子 但是在我看自己不知 以前我只是觉得你没用了些 但还不至于毫无尊严 但现在你让我觉得你没戏 什么意思 还需要我来告诉你吗 雷云天是马世龙的小弟 而马世龙心甘情愿地称赵燕燃一身功夫 赵淮安是赵氏的庞戏 在赵燕燃面前他只是一个小弟 他们对你毕恭毕敬 都是看在赵燕燃的面子上 看来在苏总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 不过你别忘了 咱们已经离婚了 所以我的事你管不着 我就算是赵燕燃的软饭 你不犯了 你还真是烂泥浮不上枪 我对你来说 帅哥去哪里 我送你一程 少皇来告诉你 这孤男管你的怕什么方便吗 林凡 你现在已经离婚了 是单身贵族 钻石王老五 有什么不方便啊 我来找你呢 还有别的事情 上次你答应我的事 还没有办到呢 关于抓内服 不然呢 我已经有些眉目了 上车 我们慢慢聊 赵老情况怎么样了 好多了 不过最近又有人动手 给我爷爷下咒 所以我才来找你帮忙 想让你找出邪咒根源 只要找到根源 就不怕内鬼不出现 既然如此择日不如撞旅 直接出发吧 你反 你这个骗子还敢出现 怎么又是你啊 见得我不高兴呢 不高兴就对了 你不是治好了我爷爷吗 为什么我爷爷还会重重 把死你个王八蛋 你给我住手 爷爷 这个骗子又来了 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育他一顿不可 不可不呢 是我让你姐 请个铃声说 什么 是你让请过来的 你请他做什么 您收招 今天的驱邪之事全靠你了 放心吧 不行爷爷 他就是个骗子 怎么可能会驱邪咒呢 我已经请了宗林山的马大师 应该很快就到了 马大师 嗯 就是号称驱邪圣兽的马宝山 等他一来 我就让这个骗子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驱邪咒 这种事情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不算 思路 不得这么说林圣兽 我就说 怎样 好了好了 别吵了 林圣兽 是我请的贵客 只要是对他不敬 别怪我对他不客气 赵老好 我是赵小姐 请的驱邪师 马圣兽 今天您能来 我们赵家的邪咒 必能驱邪呀 天明呢我告诉你 马大师呢 才是真真正正的驱邪师 而且本人呢十分低调 不贪图勋明 像你这种自以为是有喜欢嘚瑟的人 在马大师面前啊 就是和这个 林圣兽 啊 这女 还没有规矩 也请见谅 无妨 我不会和这种凶大无脑的人 你说谁凶大无脑 哦 林圣兽 马大师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想见识一下 这个马大师的笔 哦 哦 哦 好了 现在屋里的邪咒一出 不会再有缺陷了 爷爷 爷爷你怎么样 你怎么了 安安是 我爷爷为什么会这样 你驱除的只是邪咒的代表 根本没找到邪咒的分 好你个王八蛋 我爷爷都快死了 你还在这儿装 如果我爷爷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驱咒的人又不是我 你跟我生手气 怪你 要不是上次你骗我们说 治好了爷爷 我爷爷怎么会严重到 今天这种地步 赵老没什么答案 你们放心吧 我能找到邪咒 就凭武 你现在就可以武 以后不允许踏进赵家办公 清人 能力不行 所有种 害人害己 某些人是在说自己 什么意思 好了 别吵了 严先生 求你救救我爷爷 找到邪咒的根本 不行 我绝对不允许 任何人在赵家办公 如果出了事 我赵燕燃 你一定承担 您收拾 请 不知道方不方便 带我去赵老平时休息和工作的地方看看 没问题 先生 让邪咒上去 好的爷爷 爷爷 您不能让他上去 你闭嘴 这件事由不得你做主 再敢对林胜手无礼 加法座 林胜手 请 这个东西 怕是来历不凡 罢照 林胜手 果然是好严厉 这尊佛像 是我晚辈 从古安市场逃的 这是 明末时期的东西 全天下 救助 变成人 这是我最看重的小背诵 所以说 我更加的真贵 你这小背 怕是最理由性的 你什么意思 难道 这尊佛像 是假的 东西不是解 但里面藏着邪州 你重重 根源就来源于这 难 难道 这就是 邪州的根源 姓林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 这个东西 可是我姐夫 住口 林先生 你说 这个东西 就是我爷爷 重咒之物 一派胡言 你有什么证据 说这是邪咒之物 这是小背 一片心意 难道是 心意 也分真心和假意 有些人 擅长眼心 狼子眼心 藏在一片真心 你在胡说 我自然的嘴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叫人某众 只要把人的生辰八字 写在纸上 钉上铁钉 留在你的身边 不久后边 竟然 说得不错 这种 是邪州的 最爱 一旦重重 必死你呀 这 这 赵哥 打开一下刀头人 是 是 快 赵建国 果然是他 他居然敢害我爷爷 林先生 这 这可用 滑稽的方法 简单 取白酒 这 我 没 已经标准坚持 但是 但是 這個式的木火灰是火火灰的感覺 該出處理 就算給你了 多謝連勝手出手相救 李先生我猜手有眼不中 李先生我順我為徒啊 不好意思啊我沒進去我還有事 你這啥我送你 李嫂 今天謝謝你救了我爺爺 照樣車你先去拿去開 還有這塊錶就當做是我第一的謝意 其實你不用這麼客氣的 如果你不說以後我都不好意思再麻煩你了 爺爺也會批評我 那好吧那我就說下了 謝謝 走了 進場 這麼多年我一直在你身邊 只是因為你是友情之父 我特別的心疼 又很難過 但是我沒辦法破壞你的回憶 平凡那小子不是你要找的人 老天爺心疼我 給了我這個 站在你面前的機會 這時候 嫁給你 嫁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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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總 有王少這樣的痴青種陪在你身邊 您是何等的幸運啊 如果沒有王少 也沒有我們蘇氏的今天 您可不能辜負了他呀 王少 謝謝你的好意 我知道你很優秀 也很感謝您蘇氏做的一切 但是我現在真的沒有心情去處理感情方面的事情 只想讓蘇氏集團更上一層 所以你的好意我心領了 這個東西 你說回去吧 欣總 你不要在意外面的風言風語 你眼人都能看出來 王少對你是真心的 對呀 清澄 誰都知道 你和林一帆離婚就是因為他不上級 給不了你真正的家庭 但我都可以給你啊 巨長 讓我為你撐起一片天吧 王文斌 我說了 我現在沒有心情處理男女之間的事 你不要逼我 蘇總 有王少這樣的好男人 你是八輩子修來的福分 就答應他吧 巨長 我會一輩子對你好的 你就給我一個機會嫁給我吧 非要我告訴你 我不喜歡你 你才敢放棄嗎 什麼 你不喜歡我 我不行 我死去白裂地放棄一個男人的尊� 讓蘇氏成為趙經 你現在告訴我你不喜歡我 何學生 這一切原來是你 蘇總 下午 趙氏集團送來了合同 上面已經蓋了趙氏集團的印章了 就等你簽字 蘇氏就可以和趙氏集團合作了 兒子 這是王少苦苦求來的機會 他也沒有把這當成綁架你的工具 可你卻 這是真的嗎 蘇氏能跟趙氏合作 是王少的 當然了 王少為了你做了這麼多 你就再給他一次機會吧 王文斌啊 你這個演技不去拿個影帝真是太可惜了 林凡 你這個廢物來這幹嘛 你愛演戲是你的事 不過蘇氏和趙家的合作 跟你有什麼關係 林凡 你什麼 你別誤會啊 我就是過來看看熱鬧 沒想到有些人這麼恬不知恥 居然撒謊騙人 想別人 林凡 你什麼意思 這功勞不是王少的南無城是你的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麼格子 你配嗎 姓林的 你不就是給趙家當小白兩嗎 憑什麼以為趙家會給你這個窩囊飛面的 你就是嫉妒王少 淨存比你好 還沒爭氣 姓林的 你不就是給趙家當小白兩嗎 憑什麼以為趙家會給你這個窩囊飛面的 就憑我比你強 你拿什麼跟我比你個狗東西 老子現在就讓你看 人與人之間的差距 爸 您是怎麼拿下蘇氏和趙家合作的 我要是有那本事 王家早就是江城四大家族坐上課了 不是 真有意思啊 你老子都不陪你演戲 你還要演戲 費我閉嘴 就算不是我爸幫的 也是我在青城去趙家宴會的 林凡 你就是個窩囊飛 要是還有種的話 你就給我一起喊 讓蘇總接受網上 你算個什麼東西 也配指示我 夠了 你讓你不要再算 蘇氏和趙家的合作 你不可能幫的什麼 你還是不相信我 狗東西 這卡里有五百萬 我奉勸你拿了錢 趕緊滾蛋 以後都不要出現在青城面前 這張卡里有五千萬 拿著它 你這卡里真要有五千萬 老子給你跪下 你去找個刷卡 裡面是沒有 我給你跪下 不對 這廢物吃了趙家的晚飯 還這麼自信 說不定卡里真有錢 要是刷出來了 那我可就丟零了 你真想跟老子硬鋼啊 我王室的市值五十億 跺跺腳 整個江城都會抖三抖 你拿什麼跟老子硬 江城四大家族 怎麼也有一個姓王 林凡 你還敢看不起王少 你知道王少說 申請了戒指價值多少錢嗎 價值過億 那可是號稱星辰永恆的鑽石 那你 這不過是網上幾百塊錢買的莫桑石 還真裝上什麼事情 你個廢物 你還敢動網上的鑽石 要是動壞了 你拿什麼賠 廢物就是廢物 沒件事了 就交換你 莫桑石一捏就賠 永恆鑽石怎麼捏就賠 是我 又確實一捏就賠 你個廢物敢捏碎老子的鑽石 來 給你一千塊錢 還能買好幾個 拿著 你 雖然我和蘇青城已經離婚了 但還有一個月的冷靜期 這一個月你最好給我離他圓 林凡 就算我們王少送的是莫桑鑽 你這個廢物又能送什麼東西 恐怕連莫桑鑽都沒有吧 誰告訴你我沒有 誰說我沒有了 一個破盒子整得還挺精緻的 可惜你這個廢物根本騙不到人 你那個盒子裡 鑰匙油比我暫時還貴重的東西 我叫你一聲爹 我沒你這個姿勢 這這該不會是北達斐力限量星空版嗎 這表可價值連成全球只有五枚 號稱手腕上的勞斯蕾斯 可能 你這個廢物怎麼會有這麼貴重的表 這一定是假的 哎 你那東西該不會是地鐵系站裡買來的吧 這種限量款的東西 你這種廢物根本就配不上 別把你的勞斯當成雀 這表可以是假的 是寶卡編號 對對 這是高檔水表的出生編碼 全球唯一 卡表合一 絕沒有假 誰知道這個廢物 這手錶是借來的還是借來的 我們王少要是想買隨時都可以買 沒錯 哎呀 這種東西啊 本少根本就不在乎 反倒是你這個廢物 除了這個不知名的手錶以外 還有其他東西嗎 哎 你該不會是騎供養單車來的吧 誰的保時捷擋在門口了 請楼下車 保時捷 保時捷 王少 你又換車了 我記得您之前開的不是一百多萬的飽滿嗎 可惜啊 有的廢物連這麼好的車都沒坐過 哎 那個保時捷不是我 沒問題 車是我開來的 你這樣的屌絲 開得起這麼貴的車嗎 就算你有錢 住都坐不起 林凡 你不要再吹牛了 就算你什麼都沒有 我也不會怪你 最失望的 是你發貌 一輛車而已 我有什麼好騷擾 吹牛逼不打草稿 那個車啊 要是真是你的 老司給你跪一下 跪了 哎你個廢物 你這這這車 真的是你開來的 林凡 你怎麼做到的 我說了一輛車而已 哎 還不如跪下 讓老司跪下 你在什麼東西你配嗎 在場的都是正率 你要是不跪 受損的可是王家的名字 你確定抽二番二嗎 也給老子等著 跪下跪一 element 跪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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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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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今天受到的侮辱 遲早讓你回發封 是 都算了吧 你要跟我走啊 還是繼續留在這兒 嗯 剛才謝謝你 嗯 我沒聽錯吧 謝果 苏总就是连王少这样的人都看不上了 至少你没让我在这样的场合里丢脸啊 否则要是上了新闻 肯定会影响苏氏上市的 哦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你后悔后理 你别想太多了 我不喜欢王文斌 但不代表我喜欢你啊 这三年你是什么样子 我太清楚了 还有呢 你当我是傻子吗 我刚刚上网查了 你那块表应该是赵燕燃的吧 还有 那辆车也在赵家的名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赵燕燃暂时给你的吧 你说的没错 这都是赵燕燃给我的 你比以前有进步了嘛 至少会承认这一切 但我还是要提醒你 赵家的软饭不是那么好吃的 等你被赵燕燃玩腻了 你现在得到的东西 都要连本带利的还回去了 谢谢啊 不过这件事 就不劳私子的废心 对了 还有一件事 赵燕燃有一个未婚夫 你没见证吧 这个他没跟你说过 未婚夫 我提醒你不要陷得太深 未婚夫 修着意思 林凡 我终于找到你了 有事吗 嗯 有些私事想跟你说 能否吃个饭 就好味着 这 我其实有一份婚姻 我的未婚夫会从京都来找我 我想请你帮我 假装你难逃 不是 我已经确定 我爷爷种了之后 给我未婚夫有法 我想请你帮我找到相关的证据 现在如此 来 我帮你 对我为婚夫 你想要的一切 我都可以给你 包括我自己 你不会是任何人 你以为 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你想要 我随时都可以给你 现在也可以 等等 赵小姐 我对你没什么兴趣 但作为朋友 我可以吧 真的吗 谢谢你啊 那 我给你聊 林凡 你和废物敢抢京都张哨的女人 你完了 江城 我来了 燕燃 我马上就可以见到你 让你成为我的妻子 张 张哨 我有事又回报 张哨 我叫王文斌 是王家的你 之前给您打过电话 小征据一个实践 文超新的部队 文 文 张哨 我认识张鸣 我手机里有他和其他男人的亲密照 什么 让他过来 是 就这个人 他叫林凡 是个有妇之妇 他不仅勾搭您的未婚妻 还和您的未婚妻十分的亲密 好大的胆子 本兽强女人 你叫我 张哨 你小姐请你交一起 张哨 只要您愿意多看我一眼 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定帮你除掉林凡这个吊丝 你有办法停掉 只要张哨成全 给我人脉 我一定让这个吊丝从赵燕仁身边消失 哈哈哈哈 好 正好 我最近有别的使用 我答应你 请 恭喜张哨程序 公送赵燕 我的东西还没拿完 回来拿剩下 家里来人了 有亲戚来 家来了 进来坐一边 姐 不过是江城四大豪门而已 那清城现在都这么厉害了 怎么会帮不上小林的忙 我听说四大家族的公司 学历要求很高 清洁工啊 都是本科以上的学历 跟校里本 我读得很专家中的亲匪 只要是清城姐帮我投简历 四大豪门 一定会抢药的 你废 你叫什么 你这么有本事 怎么不自己 废了东西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你不过是个吃软饭的窝囊废 就是 我姐这是瞎了眼 才会看上你这么个废 不会说话就闭嘴 这里少你一个不少 我无所谓 难得又不是 小姨 你们说的这事 我真办不了 办不了 我怎么听说 你参加了赵家的宴会 还成了赵家的合作商 怎么 这才刚发达 就看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 告诉你 这件事情 你搬得成也得办 搬不成 也得办 这事 说不定您咱可以帮你 什么 就凭这个废物 姐 你看什么玩笑 要这个废物这么大的本事 你还要买了给菜了 对呢姐 我听说 你跟王少 要不 你找王少帮帮忙 小脸 你说什么呢 我跟王少 没有关系 这件事 林凡真的可以帮你们 只要他愿意 你的工作 就是一句话的事 不愿意就算了 还拿这个废物当当作吧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傻 我算是看透 你们一家人了 小脸 我们走 妹妹 妹妹 你冷静一下 清晨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林凡可以帮你们的忙 林凡现在吃赵燕燃的软饭 什么 就凭这个窝囊费 也配吃赵家的软饭 你们不用解释了 我们会向所有的亲戚 好好宣传你们家的 哎哎林凡 你快点给周恩人打电话呀快呀 你们的事 我管不着 你这个废物几个意思 你白在我们家吃了这么多年软饭 你你就想这么了吗 林凡 你帮帮他们吧 就当是我们好聚好散 你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 行 看在你这么求我的份上 我给你 你们的事解决了 嘿嘿坐 继续坐啊 你以为你是谁呀 一个电话就 喂你好 是我 对对 谢谢 妈 知道这条人事部主管给我打电话 让我明天去报道 还说带着任我挑 才会让我选 哎呦 赵家这个时候也是这个的 哎 诶 确认你没听错 确认是赵家打来的 这个电话存在我手机里 不会错的 哎呦 太好了 我女儿真的进了正式集团了 哎呀 走 亲 女儿 你真惊气呀 哎 我敢给你 亲和亲和 哎 等等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是我让林凡打的电话 哎呀 姐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呀 就这窝囊费 小林刚才不是说了吗 人家赵家集团看上他了 赵家需要这样的千里马 你这喊着求他去上班呢 就是是我自己有本事 照片他才要我的 那种地方 怎么可能凭关系中进去 你们可真不要脸 你觉得就凭你 有那个本事 要谁不要脸呢 我打个电话 敲二一 还真敢往自己脸上贴金呢 活脑费 赶紧用道歉 道歉 你们配 哎 哎 你个费务 你敢笑着我吗 你肯定是费呀 哎哎 好了 林凡 你赶紧给小姨道个歉 这事不就算了吗 我说了 他们不配 你说什么 你敢不听老娘的话 信不信 明天我去挖你妈的粉 你要感动一下 我让你给我妈培照 我犯了你了 我不看看你废物 几斤几俩居然敢 姐 你们家的窝囊废女婿 还敢这样跟你说话呀 哎 罢了 看着我今天心情比较好的份吧 就不用他给我道歉了 元 我们走 好呢 走 都怨你 别不想着给老娘争口气 害得老娘丢人现 你丢人的是你自作自受 你再说一遍 哎呀 好了妈 林三刚才你去帮我小李 你就别走坏他了 废物东西 你赶紧给我滚 我一天也不要看到你 就算你不求我 你自己去乱家 你看 废物东西趁早给老娘滚 现在这白痴软饭 还敢气老娘 终于出门被车抓紫 啊 叔母啊 都离婚了 哎哎跟你胳膊痛放外乖 你妈我没有 我只是想和她好去好散 哭 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自以为是的吗 好了 嗨 林先生是你嗯找我有事 我想林先生帮我看看畢 没空哎哎林先生 我承认这件事我的问题 还希望您别见怪 嗯不过以表诚意 如果您帮我治病的话 我可以答应您的一切条件 的确条件 的确条件 嗯论让我干什么都行 不过我这次病局有点严重 还需要您先生的帮忙 可以但我现在没时间 先送我去正式计划部 说气派呀 小琳娜一会一定要记住 姿态一定要摆足了 我知道年薪没百万 还想让本小姐伺候她呢 林凡 不是想帮我们大牌吧 听琳娜 给我站住 还真是冤家路上呀 没想到在这走的 你这个废物 是让你来这儿的 这种地方 也是你这种社会最底层的垃圾能来的 最底层的垃圾是 够东西 敢骂我啊 我马上就是张世权的高管了 信不信我一声令下 就能让保安把这个废物的狗腿给打断 什么 是时候让你看看我的厉害了 保安 过来 我把这个废物的狗腿给我打断 然后丢出去 把赵斯路脚就出林凡了 哦呦 哎呦 又开始吹牛了 赵小姐也是你这种垃圾能认识的啊 哈哈哈哈 没错 连我这样的高端人才都不能随便见赵总 你这个废物 算哪个儿从啊 没 让赵斯路三分钟之内下来见 不好意思啊 我们赵总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见的 你是个什么东西 还想认识我们赵总 告诉他们 这是林凡的 呵呵 装的倒是还挺深的 你他妈不过就是个臭屌子 还想认识我们赵总 趁老子没发火 赶紧滚 还有两分半 他要是不来 哎呦 卧槽 你他妈还跟老子装上瘾了是吧 老子一句话就能让你死在这赶紧给老子滚 林凡 你个废物东西 听到了没有啊 人家让你滚 你还死皮了 两个站在这里干什么 别说是两分半 这是两分半 赵总 叫做废物的 愚昧性 还有两分 哈哈哈哈 哎呀你个不知什么的东西 老娘今天倒是想看看 两分钟过后 你到底能干什么 赵总 林凡先生 你奶奶怎么跟我打电话呀 我也是刚到了 但是对你 什么人敢阻拦黎先生 周总 说我有眼不识太善 不会的你见识 请你见谅 给我滚 给我滚 从今天起 你不再是赵世纪的老人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没有什么人啊 赵总你好 我是曹小林 赵世纪团的认知部主管通知我来这里上班 原来你就是曹小林 哎 看起来似乎 公事公办 不用考 好 那就伊林先生 不好意思 你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 请走吧 什么 赵总 你是开玩笑的吧 不是 你你们公司叫我女儿来的吗 我上的是专科中的青北 我也不要什么职务 给我个中层管理就行 年薪百万就可以的 年薪百万 你开什么玩笑 我们公司用人门槛是本科技 你的求职 另外 我提醒你 若是没有林先生的推荐 你们甚至 连站在这里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 林先生 你们走 林先生 其实我今天来的莫非能 是想让你帮我治疗一下 你穿的这么诱人还这么 我还以为我屋子 你看哪呢 哎放开我你放开我这个屋子 放开我这个屋子 从今天开始啊 你对着镜子连马三天灯竹子 你的病就好了 这样就行了 嗯你没发现吗 刚才我抓你脚的时候 你没有看过 只是生气 你得的不是可难症 而是在公司压力大 精神 对你这么一说 好像还挺有道理的 不过 我是不会对着镜子吗 而是会 给你发微信 这样吗 你的问题也绝了 还有别的事吗 你怎么知道我都走起来的事 你和我本来就不熟 而且你对我理解 要是没有别的事 你会向我听你看 算你聪明 找你 确实 是 哦 对 斯陆 你不是说帮我约见 就赵总那位神医吗 他在哪里 只要他敢出手 钱不是问题 没错 只要他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什么都好说 李宗李夫人 你们先别急 这位就是我给你介绍的神医 林凡 斯陆 你该不会被江湖游义骗了 就这图报的 你是神医 如果他真有这本事 为什么 我们从没听过这图报的名字 我在江湖游义出手就会 所以你们没听出我的证证 有言获得 让你骗到我李家头上 好胆胆子 李总 林先生是我们赵家的贵客 必须为你一人道歉 既然为了他让我道歉 他还不骗 你赵两家可是试教 思路你这么做 那有些不错吧 这件事 我一定要赵紧好功了 你这两者 你看这是形象高大 但是营养严重流失 吃什么就拉上来 营养严重流失 每天只能靠树营养业 你怎么知道 你最大的问题是恶梦 每睡一个小时就会醒 而且 金石 有的时候一个月来好几次 有的时候好几个月都不来 结婚这么久 至今无子没错 你怎么连我的问题都能看出来 不是 哎哎 你 你们冒犯的林先生 就算是追上了 他还会给你们看病吗 哎呀思路了 失误了 永远不是泰山 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夫妇 只要大人出手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是啊 陆陆 你跟林先生关系那么好 他一定会给你面子的 如果是三年前 按照他的规矩 让他出走并不难 可是现在这件规矩没了 我也 什么 难道他就是江城上游圈子里传说的那位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林胜仇 除了他 还没 哎呀我竟然得罪了林胜仇 真是有眼无珠 我真糊涂 早知道林胜仇的身份 我怎么敢对他有半点不敬 这怎么可能啊 我解决会 你让我解释 喂赵小姐 李凡 我想给你杀了个事 是李正良的事吗 如果是他的神的名 刚才思路都给我说了 不过这件事情呢李定阳夫妇 做的确实不对 江城赵家和李家是市长 如果有可能的话 你能不能帮帮他们 我就是个江湖骗子帮不了 他们为了这件事都给思路跪下了 他们一再请示 想让你给他们一个当面道歉的机会 哪怕用整个长青集团作为报答 你就当是给我个面子 可否帮下他们 行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算上那我答应 我就在长青集团门口 你帮他们过来找我 好的 那我现在就通知他们 问经理 我今天来是为了新代合作的事 我们与长青集团合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却突然评论我们的贷款 这是 苏总 我在电话里面 你说的很清楚 传青集团这个季度的钱 好多肚定用完了 网友不爱 不过呢 张绍的这个季度 要在江湖来半生 你若能赔我 我就给你钱 魏经理 我记你是长辈 所以才对你更有机器 你看看你现在说的话 像是一个长辈该说的吗 苏总 大家在这个社会上 换了这么久 该懂的规矩 像张绍这种 那要让你失望吗 这种机会 就算你求我 我也不要 苏先生 你懂什么终结练 你就是个二手 老子让你 看不清 既然 那我老子先射你 给我把他放开 我们八蛋 你没资格知道 苏青城再不见也是我的前妻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玷污的 哈哈哈哈 混蛋 原来你就是那个被穿了的 我脑肺 一个被带你老子的肺 跟我这装什么装 给苏青城道歉 我 屁 就你这肺 也被 你敢打老子 老子就让你们老几座穿 哈哈哈哈 是 也会被 封伤 你没看不去倒几天 是 求我 为了 我靠你那条狗子不 哈哈 太有东西 你给我等着 我这是无比马的王八蛋 喂 主管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什么事 苏青城 少年涨前的合作商 又可击到我们口上了 你威胁我 然后给他放十亿 我要是不答应 肯定打我 就这种事 你在那等我 好 苏氏集团好大的威胁 我宣布 从今天起 苏氏集团被重新集团 也是黑鸣蛋 安总 这都是误会 误会 你把我的人打成这样也算是误会吗 废物东西 你以为你有点力气 你就敢跟我作罪 我一根小指头 饿死你了 别高兴的太早 等李正良来了 你要是还能这么嚣张 我见你 狗东西 你以为你是谁呀 值不我们李董的名字 好大的狗胆 也敢值不我们李董的名字 简直是罪无可赦 林范 疯了 李正良来了也得对我公公敬 这两个不过是跳让小丑 你还真是原来 得罪于领导 死一万次 途公运的这一次动作 在整个江城 能让我们李董去资的 绝不超过两个人 你还废 你算哪个错 来人 给我把今天的事报 都在江城公运 以后谁要给苏氏集团放 就是对我们不敬 我要让你们苏氏 在江城 带到一分钱 坦坦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是真心 谁也想活动 还有 我要让你在江城 里有一点活路 好 很好 一个颠倒黑白 一个注重云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两个不用在江城 这个窝脑费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你以为 你是江城是什么 让我们不在张城换 你好大的能耐呀 就你这么一个垃圾窝脑费 还想开除长青主管 我建议呀 你要是真正这本事 就先把我开好 你要是能做到 我就跪下 叫你上电 谁这么大的胆子 你再林先生不行 你我 你走啊 这有个窝脑费 他敢辱磨您的迷惠 我和潘主管 跑一下去 他不太不听 他更加的放肆 简直就是 不知死活呀 李总 我希望您将他逐树江城 你的在探户江城半步 不给他一点生物 放肆 李总 或者是他呀 你为什么打我们呀 你为什么打我们 你为什么打我们 林先生对不起 刚才发生的一切 都是我的错 希望林先生大人有大量 能原谅我们 李总 好大的威风 这两个人是你的人 烟岛黑白如我前妻还要带我生物 这是你 林先生请见谅 这 绝对不是我的意思 两个混账东西 我快过来 林先生跪下道歉 有了我 刚才你说什么 我要是能开除你 你 你 林先生 你是怎么错的 林先生 真的原谅我吗 还我以后生物吗 你 我 我也知道错了 是我永远不是他家 我给你刻一个 林正良 你是什么 怎么处理知道 我 李先生 过去 来人 这两个人 呼出长径集团 发出通告 谁敢录用他们 是跟我李正良过去 上面 李先生 请随我到 把牧师走 林先生请坐 林先生 实不相瞒 我们夫妻二人 被各自的病痛 折磨的 简直生不如死 也一直没有要上孩子 感情生活 都受到了影响 我们 甚至为了不互相折磨对方 都想过要离婚的 所以这次 安请林先生 出手相助啊 林先生 之前都是我们有眼无珠 望您见了 我们的希望 全都寄托在您身上了 看在赵小姐替你们 求情的份上我可以吧 真的吗 林先生 那太好了 只要您肯出手相助 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废话不用多说 你只需要准备一碗白粥 加入烧到火红的木炭 喝下去 不过 你老婆 我的问题很严重吗 不是 只需要你把衣服脱了 但是 还你说 李先生不必介意 只要您能把我的病去好 干什么都行 你也是 是 请林先生出手相助 行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还是要打开 我先打开 我先打开 你现在还是会打开 我先打开 我先打开 神医 神医 哇舒服太多了 哎呀我我好像也好了 我现在感觉脚步十分火热 浑身力气很大 一会我陪你们各自开一副药房 你们只要按照我的药方喝药 不出一桌就可以咬哎呀 林先生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呀 大恩不敢言谢 这份小小心意 还欢迎 林先生搜索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长青集团旗下最大的医药公司 虽然规模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二人 已经都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也聘请了无数专家学者 但是也没有什么大的气色 倒不如 我打算给林先生 你不能好意我心里 但是这个东西我不能 林先生 这家公司放到我们手里也是日落七山 说不定在你手里可以妙手生花 请林先生一定要收下 这 这夫妻二人倒是聪明 借着送公司 其实是想跟我结交 还请我 林先生一定要收下 请林先生收下 好 既然你们这么有诚意 那我就收下了 那就太感谢林先生了 先走一步 您慢走 林凡 你是怎么认识李正良 他可是江城四大家族之一的家主 赵燕燃介绍 多 果然 我还以为你长本事 看来是我高看你 若不是赵燕燃 你根本没有资格认识李正良 随你怎么想 今天我帮了 就算是结婚三年我对你 另外我提醒你 苏氏 以你的能力根本成绩 少自以为是 你不会觉得苏氏没有今天是因为你吧 没错 的确 你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让人觉得惹气 很快你就会被赵燕燃玩腻了 等你被提出 那你还怎么认识 没那么认识 那我好想 真是不可理 去年也是处于好心 我希望看到你永远这么落魄下去 哪位 请问您是林凡林先生吗 您母亲的衣冠中被人破了黑狗鞋 什么 谁干的 这我我马上就到 我马上 住手 敢动我母亲的 你不想活了是吗 你这个废物 果然来了 速度还挺快呀 啊 哈哈哈 你这个老费 要怪 不怪你 生了一个不长眼的废物 要不然 怎么可能会死后不得安宁呢 啊 原来是防温兵上 要不让他死 废物东西 死到临头了 还管说王少坏话 你算那个废 废物 你得罪了王少 还抢了王少的女人 这 就是后果 你要是识相点 就赶紧跪下 爬过来 给我磕几个响头 可我原谅你 后哥 挖了这片坟墓 卖了这块地 嘿 在我找到王闻兵一起 你们最后 为了把这罗 清乱干净 我呸 你废物 啊 这还真大呀 老大 我们不如把这死八婆一罐中拆了 把这死八婆挖出来 错过杨晖 好好治治他 说的对 你们两个 给我把这拆了 是 给我把这拆了 是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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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小子打我们 够东西 进来动老子的人 回你来了 谢谢 啊 啊 你老婆了什么 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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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婆 林先生这是 半日之内 把我母亲的衣冠种回復原谅 没没没没问题 这七宝山公坟就是我创建的 半日内 绝对把令尊的衣冠种回復原谅 三九 林先生 令尊的衣冠种 莫非 就是这些人 没错 林先生好奇 我定的会察觉 不回事 不用 这个人我已经 抢我前妻如我名誉 为我 这一步一步可为杀人夫妻 我不亲自陪他玩 我不对不起他 林先生 请吩咐 把他们给我带下去 让他们尝尝这世上最痛苦的惩罚 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 是 我这就去办 马总饶命 林先生 饶命啊 我错了 都是王文斌 支持我这么干的 他才是主谋啊 没错 都是王少的意思 跟我们没关系啊 给我闭嘴 得罪了林先生 只有死路一条 受死吧 啊 不要啊 上手 有何吩咐 帮我找一个人的线索 另外 帮我准备一样东西 现在 噓 噓 噓 我把他你吓了 啊 会不会开车 凭烦 你怎么在这 你这个废物 再将仇放不下去 过来当好坏的了 这不是你们想看到的结果 哎呀 你这个废物还挺有自知之的 这人呢 就应该有 像你这种废物 哎 对 对 队长 快下车看看 你那个废物前夫啊 混到了这一派经济 一定是被赵燕燃给甩了吧 林泽 你怎么在这 怎么 耽误你和这个野男人亲亲我我了 你别误会 我们只是去见客户的 见客户 王文兵身下几个亿 不忙家里的事 每天和你去见客户 拿九牛一毛的合同 你们的友谊 还真是忠贞 哦 林泽 你自己废物还怪上苏总 你看看自己的狗德行 你有半年比得上王上 我和苏清城说话 有你说他 把嘴给我闭上 你的废物再说一遍 他还好 别跟这个窝脑那些话 反正一个月后啊 他就会和清城彻底离婚 到时候呢 我会好好劝清城 让你尽身之一 恐怕你等不到那一天 明年的经济 就是你的天使 行了别吹牛了 林泽 看在网上的消息上 今天的事 我们不会找你 你走吧 以后汽车 注意到 王上 修车的钱 我会陪你 没事不用 我走保险就行 反正呢 我一个车灯的修理费用 就顶得上某人一年的工夫 这点明星 听到了没废物 王上让你滚 今天要不是苏总替你说情 你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好了别说 等等 我让你们走 你这什么意思 怕我创的 不赔钱不道歉 就是终子 道歉 你根本想讹老子 几天不见你可以啊 不会碰瓷了 这废物啊 就是废物 给点面子 就把自己当人物 林泽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都已经放了 还要几个人去 怎么那么一声 不知道进退吗 你也算是有脑子的人 刚才把我创 责任是你 是你 苏总 你别跟这个废物说太多了 刚才明明就是他没踩刹车 怎么才撞着他的 怎么没有责任呢 你真是太恶了 是吗 以前你明明不是这样 现在你故意捣乱 吃我飞速 有意思吗 你是觉得你上次帮我就合理他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 只是你的状态 这事 得赔吧 你还真是不可憐的 像你这种 只会玩小把戏的人 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 嘿 你喝的 只会玩小把戏的人 的确 哎 就这样 别人都不浪的时间了 对我 我今天就给清平一个面 我赔你 怎么赔偿 简单赔钱 说一千到一万 你这个废物还是为了钱 果然就是社会的底层啊 这里是一万块钱 应该够你重新买辆破电的车 不够 够 够 哎 你该不会要说 你这个破电驴值几万吧 哎呀我脑费 一天打工才赚几个钱 今天碰死一回就能拿一万块钱 你快卸天卸地了 林凡 到此为止 你这样我这有什么后悟 你知道吗 你这是办法的 哎 没误误 我这二手车确实不值钱 没误误 但是我送到莫师 我看呀 还是王少给你们两给太多了 让你社会的垃圾在这儿如此宽大 提词 好的 哎 打开看看 鉴定证书 交易记录 还有收获照片 足以证明这个是真的 王少 现金还是 赚账吧 我看看 废物怎么可能 听到这么大的单子 看在王文兵是你朋友的份上 这跑腿费我不要了 但这十个亿 它必须点水 林凡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看在我的份上 到此为止 我可以答应你 不再追尽了 追尽 我有什么责任 我是故意的 好一个故意的 我是故意的 那他算什么 他三番五次的羞辱 叫人把我妈的祖坟给淘了 你说这叫什么 这不是故意的 难道叫有心的吗 你不要冤枉好人 王少不是那种 你还有信心 全世界的人 你都相信 你就是不相信我 李凡 你小偷们没事找事了 谁会费真的 你这个费啊 就是 林凡 你这个窝囊费 赶紧给王少道歉 王少也是你能冤枉的 我现在不想听你们两个费 一个小时 让他把十个亿拿住 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 你这就是 半个小时 你可以继续为他救急 我也可以继续缩短生气 真是太厉害了 半个小时 这个钱交不出来 你带着 亲自给叶小姐 打车 林凡 我还真是想看 你 你是没有吃飘 一样 现在勾得上 一坚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你还有这种本事 我没必见和你解释 现在你陪她距离 力终 你的砸锅 迈进了 这一切都和我没关系 修好 不追 林凡 你真是让我失望头顶 以前的你好歹有点尊严 现在却活得像个傀儡 叶老 什么事 圣少 果然和你猜测的一样 我孙女儿打听到 刚刚有人收买了我们叶家的手下 想要了解那个瓷瓶 是不是之前就摔碎了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处置了 好 那就有劳叶老了 事成之后这事贵意 就赔偿你们叶家 圣少客气 钱对我们叶家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只有和您友谊成存 才是我们叶家所希望的 你很会说话 多谢圣少 以后有我在 叶家只会心 不会败 这个废话 居然真的借到了十亿的的胆子 这可是十亿啊 王家倾家当场也赔不起啊 王小 您是说这十个亿当真的有王家来赔 谁翻这胡闹废物 那都不得好死 喂 爸 你个废物 到底在外面闯上什么祸 刚才业家打电话来 让王家拿出十个亿的赔偿 不然让王家在江城出名 爸 你听我解释啊 这就是我误会而已 老子告诉你 赶紧把屁股给老子擦着净 要是擦不干净 不愿会这个家了 喂 爸 完了完了 这下完了 王少 这下你就算是卖房卖场也还不起这十个亿了呀 闭嘴 这有办法换 你浪费 死早就有一天弄死你 喂 你这边出了点事 你一定得帮帮我 你把那个废物大巨人 我正在和赵小姐吃饭 有什么事 一会儿就说 爷爷 不好意思啊 你个朋友大了 我们进去吃饭吧 还有吃的必要吗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张生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打扰我 我已经有心 爷爷 我可是一个未婚夫 咱们那回事也做不了 是吗 你别以为你做的那些事情 天衣无缝 没有人会去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利用此物 来给我爷爷下赵 就是为了控制赵家 来扩大你的张家 你想娶我 也只不过是想睡我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有什么动机陷害你 你不要被人给骗了 我对你的爱 是真心实意的 好一个真心实意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你听这么爱我姐的 老实交代 是谁让你先爱宿京城的 是是 张主张主张主我这么做的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问你那本招 嘿嘿 问面你 那元已经是睡到觉的一切了 你为了得到苏清城 特地给他好处 然后丢在苏清城主动陪你睡觉 要不要让他把账分 给你看看呀 你居然 四伯 四伯 这是怎么回事 姐 这混蛋就是一个花式男 明明是追挑你 可是背地的还跟其他女人鬼混 你猜一点错都没有 他追你 不过是为了玩你吧 原来如此 张少 你还有什么才要说 这就是个物 你别听他 难道我要听你的吗 你先害我 你 确定 嗯 一样的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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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让你脱光乖乖的上老子的床 哎 站住 你可得为我做主啊 立马那个废物他太过分了 你怎么了 慢慢说 今天我按照咱们的计划去对付 结果他派人反击 把您的人抓去了不说 他还设加线 能让我打货了一个 价值十一的花瓶 烦这个废物到老子的女人 还敢抢走我的人 不要让他生不死 没错 立马那个废物赶紧做的就是在找死 你一定得帮忙我啊 我们王家被那个废物折腾了 快过去了 你起来吧 看在你是在为我办事 我这次打算花十个亿收购王家 不愿意满居 师父 师父 以后你只有我们王家的恩人 我 我还有一个条件 从今天起 你的一切都要听从我的案板 只要张少 你愿意帮我 我一定为你付责到 再走不走 你让我往动 我绝对不会往心 好 今天 我就让你去办一件事 你现在去安排一下 张少 你安排一下 我一定把你往下 只要这次计划成功 吴凡那废物一定死于葬身之地 我也可以得到赵燕燃 林凡 你在哪 什么 找我有事吗 你赶紧来古玩街一趟 我和你妈遇到麻烦了 我和苏清成已经离婚了 你们找他就行 你个废物 什么意思 你别忘了 你和清成还处在冷静期呢 你要是赶不来 老子不会让你好过的 你还不配 清凡 哟 你怎么在这 我爸妈出事了 求你帮个忙 求我 今天太阳市打西边出来了 只要你帮了我这个忙 我们再无关系 好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我就答应你 再帮你一次 不过你可记住了 千万别烦 绝不烦 爸 是谁来的 就是他们的 这家店 强买强买 我就是对 传下来的价格 不太满意 不想要了 是不 看 就不让你走了 哎呦 先生 你看您说的呀 这不麻烦 不麻烦 您要是怎么耍赖呢 可以去连强 但是在我这儿呢 不行呀 哼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想要就要 不想要就不要 你这幅破话 我最多给你十万 哎呦 您以为这是捡破烂的 您仔细看一下 我这幅画卖给您五十万 您都是捡了大便宜呢 五十万买幅画 还捡便宜了 你这幅画是相亲边的呀 再说了 谁知道你这破话 是真的假的 这幅画是真的 而且五十万人的价格 确实无理 这幅画是张大千先生早期的作品 虽有林摩明代大师唐伯虎的遗迹 但是比后期林摩的作品都要优秀 而且 这有自己真正的灵活在 五十万这个价格 确实 对对对对 这个小伙子 是的是 而且这个价格 您在全江城 我都找不着第二家呀 不说话没人办 当年了 我是这样来帮您的 不是让市 这个高同学 还帮着一个外人解释 你是不是以为我真的不敢抄你呀 你活不上墙的东西 你给老子毁一遍去 这句话我要 不是 好 等等 这东西 哪来的钱呀 是不是清城 给你的离婚赔偿 不是 这钱是我女儿的钱 你不知道 你要敢动 我立马把我给我抓你 苏清城身上什么时候 有五十万 该不会是朋友公司的公款 你 这钱是赵燕燃给 老子就说你这钱从哪来的 原来是吃晚饭得的 你要买这幅画 跟苏家没有半毛钱关系 老子可丢弃这人 放心吧 绝对和你们没有一点关系 果然是个废 吃软饭吃出这么点钱 居然这么恢复 彻头彻尾的废物 小心点 心里是古话 关于你的 谢谢 果然是没眼见窝囊废 以后你要是滚出苏家 千万别跟人说 跟我们认识 免得给我们苏家丢脸 可这个退步离婚 是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 你们是不是都觉得我画五十万们 这幅画很明智 好 那我就让你看看 这幅画真正的价值 哼 还以为你的废物 发现了什么宝藏 有个破字 还不如你撕这幅画之前呢 小兄弟啊 这次你可探走眼了 你想在我店捡便宜啊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店长 能否兼用一套工具 你是觉得这里面大有钱框 一会就知道 能否兼用一套工具 你是觉得这里面大有钱框 明白了 原来张塔千先生是怕天上的国宝丢失 所以才把他给藏起来了 国宝 那不是很值钱吗 如果真是颜真轻的真技 那就和谭廷序的价格一模一样 压值超过十亿啊 十 十亿 小伙子 能否让我再清水灵灌摸一下 请兵 想到 我有生之年 竟然还能见到这样的国宝 重现于世啊 快快 给我包起来 啊 这个东西是我们 你活能飞 你知道这画的价值吗 这画放在你手里 就是抱点天物啊 我赶紧给老娘滚开 这画是我们发现的 那就归我们 对对 给我包起来 马上把画还给我 你们还不配得到这幅画 而且我已经发现了 这幅画钱算什么的 老子把这五十万给你 你把画给老子拿过来 你说什么话 他现在跟清城没有离婚 他的就是我们的 对对 所以把画赶快给我们 想不到你们脸皮这么说 就算我和苏星成没礼物 这东西也 废 你什么意思 这幅画藏在这个画卷里很久 需要第一时间找专家 我要去捕 记直温岛 是我逃来的 你凭什么捐了 你穿国宝 信不信老娘 现在就报案抓你 就让他们过来 让他们看看 你们是怎么抢死国宝 这种国宝 足够关于 七十亿 爬外的东西 没想到你这个见钱眼开的人 怪不得清城踢了你 这是夫妻共同财产 你想不吞 没门 这五个业 那我要定了 你总 既然我爸想要 你就卖给他 大不了 我替他买 钱 我本期付给你 这属于国宝 我绝不允许个人把他损坏 而且以他的努力 你根本不保护 你 我还真是看错你了 好 既然你执意不给你 那我们反正上去 爸妈 你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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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物馆吗 对 我要去 你这个温团费 怎么又回来了 继续温导带回来了吗 我女儿已经把你东西收拾好了 今天呢 你要是留下字画 兴许可能我们还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不留 就给老娘我净身出户 自换我已经捐了 我就是回来收拾东西 林凡 你能不能换个借口 每次都用这样的礼物 搭塞别人 有意思吗 到现在 我还不相信 给过你那么多次机会 可你只会让我一次性的失望 离婚 我们马上离婚 不用 我答应你 好 从今天开始 你和我们书家 再无半毛钱关系 好 只是你别后悔 废的东西 烦了你了 赶走你的是苏家 居然敢对我们倾城顶嘴 行了 他就是服务上台面的废 何必跟他争进 没错 这是他应有了代价 从今天开始 他和苏家再无关系 后悔的人 只会是他 可笑 这是博物馆专程送来的捐赠证书 林先生已经把继续网稿捐赠给了博物馆 他怕你们恶如其托 好心劝你 而你们却无人听他的话 真的劝了 姐 林文他居然真的那么伟大 居然把十个亿的宝贝给捐了 这是烂泥扶不上墙 他一定以为我会跟他分钱 故意报复 我能废 我们苏家养活了三年 供他吃 供他喝 没想到 是个白眼狼 大胆 林先生也是你们这包垃圾配主骂的 给我张嘴 你就是林先生的前妻苏青春吧 这三年来 林先生 早变了 江城的草友人脉 动了所有的人气 使得苏氏集团步步高升 不是也争取到了与赵家的合作 可是在这宫城名就之际 他却赶走了呢 你说什么 是林凡 帮我争取到与赵家合作 这怎么可能 没错 就是王文斌王少帮的忙 那个废 怎么可能帮得上忙呢 大胆 王文斌这个垃圾 怎么能以江城圣手相提并论 以林先生的地位 江城四大家族 可以屈罪于他 听他的号列 王文斌算什么东西 你是说林凡是江城圣手 这怎么可能 江城圣手 神龙见首不见尾 高升莫测 怎么可能在我们苏家 林凡他 难道说的都是真的 一群无知之徒 林先生念及与苏清城的感情 一直在背后默默的帮助苏家 你们却屡屡的让他失望 如果不是林先生的帮忙 你们这个破公司 早就倒闭一万次 不可能 你一定是在骗我们 这都是我女儿的功劳 跟那个废物有什么关系 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 孙助理 怎么了 苏总 大事不好了 刚才鼎盛集团 文豪集团 赵氏集团等公司 纷纷打来电话 要跟我们解除合作 现在苏氏集团 面临着将近十亿的违约件 你说什么 苏总 你赶紧想想办法吧 出国半天之列 还不上苏家就破产了 啊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那个废物 居然真的是江城胜兽 无知一味 好自为之吧 哦 哎 拜见林生手 起来吧 我交代给你的事情办的怎么样 欢迎生手 王文斌已经赔掉了十个亿 是赵燕燃的未婚夫张明远 这有个妄想 赵燕燃的未婚夫 是啊 这个张明远 这个张明远这次就是奔着赵燕燃来的 不过 不过什么 张明远这次来到江城 并没有直接去找赵燕燃 而是暗地里在密谋一个大希望 什么希望 张明远想收兵赵燃 称为江城首富 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想帮赵燃 想要 除掉 之前 王文斌派人搞我母亲衣冠中的真凶 就是他 是的 圣手 廖世如山 别拍马屁 既然他想来 那就让他来 我倒要看看他在哪 怎么了 明远 赶紧回来 我姐和我爸妈出事了 出事了 我和你姐离婚了 你们家和我没关系 不是 是王文斌抓走了他们 明远 我求求你 你就看在我姐和你结婚三年的份上 救救他们吧 王文斌干什么 他们在哪 我不知道 刚才王文斌把他们骗走之后就失踪了 行 这 叶老 再帮我换你 请身手放心 我知道您在想什么 我现在就帮您查 查到了 苏清生他们 被王文斌带到了北郊里一个废弃工厂里 立刻召集手下和我去救人 是是手 谁 你就是林凡吧 你的两个女人现在都在我手上 我命你十分钟之内赶到这里 只允许你一个人来 救命 救命 清长 天然 要是来不了 你就只能收到他们的尸体了 是 是否需要我妈 不必了 是 是 你这个费务终于过来了 我还以为你才抛下他们两个小美人呢 王文斌 你所然在这 你想死是吗 就凭你啊 你要是不想让他们两个死 就赶紧滚过来跪下 给我乖乖的道歉 林凡对不起 我之前不该不相信你了 孙荣跟王文斌是一伙的 是我伤了他们的当 你快走 你别管我 你们放心 抱歉你 就凭你也想做他们两个 赶紧滚过来跪下 乖乖的磕头道歉 好好 听你的 没想到你还真信了我的话呀 你以为我真会放了他们两个吗 他只剩片给你报了 找死 我找死 你现在中了招手的众 老子今天就刀着你的面 把孙荣城给上了 我看你他妈的心 你难不难受 我文明狗狠蛋 你什么闭闻 我杀了 我用这个 你可混蛋 不可能 明明突然账上了的缩 让你去 全是 etti any 也许 那是 我想 酶 行 ing 你也想上少了吗 现在 ahora dig 想杀我没那么容易 肉东西 老子果然提估了 你居然还有两相子 这是你的真快 还是你自己刀快 李凡 你快走 李凡我 他就是个疯子 你动不过他的 你个畜生 有种 你过来呀 你很气呀 有种你过来救他呀 绝感实质 老子杀了你 这有事吗 多谢 对不起 我们还能回去 不必 远凡 你得到 还有事 我喜欢你 我还有心灵 我 Alcohol 您的呢 我还是ena 带我一下 小兽